第181集 低声的议论里 有的酒客重新将注意力放回了笼子里 再次加油呐喊 发泄白天的压抑 有的则比较警觉 隐约有点不安 克兰恩老尼尔跟着斯维因跑到了道路对面 跑进了真正的码头区域 那座船长 斯维因放缓脚步 指着停靠于不远处的一艘内核货船道 两名代罚者队员 正在上面和那个失控者周旋 阻止他进入塔索客核 你们帮助我影响他 控制他 之后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 老尼尔拉风相般喘了几口气道 好的 但 但你需要给我一分钟 一分钟的时间 恢复状态 斯维因点了点头 没再多说 抢先冲上那艘货船 加入了战斗 听着上面砰砰砰的打斗声 老尼尔看了眼 略显紧张的克兰恩 从腰间暗带 掏出一个婴儿手掌大小的银片 递了过渠道 臣面符咒 开启咒文是顾赫米斯语的黑夜弹词 念完咒文 将你的灵性灌注进去 在三秒钟内丢下目标 克莱恩伸手接住 一阵感动 这个符咒的正面和反面 都雕刻着赫米斯语书写的咒文 以及象征符号 对应灵术和魔法标识 他无需开启灵式 仅仅依靠灵感 就能察觉到那隐晦的 宁静的 深沉的神秘力量 老尼尔直起腰 从暗带里取出同样的 银制符咒 卧在掌心 边走向货船 边开了句玩笑 不要紧张 放松心情 想一想别的事情 比如 那个符咒是我借给你的 要是你用掉 记得重新制作一个还给我 当然 你可以等到下个月 等到材料配合恢复 再做这件事情 这 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尼尔 克兰恩将符咒放入左边口袋 伸手取出了 腋下枪袋内的左轮 调整了激发位和扳机 我觉得我已经不紧张了 他一手持枪 一手提杖 和老尼尔两人通过旋梯 稳健的登上了货船 这艘货船有着明显的时代痕迹 虽然采用蒸汽为动力 多了一根烟囱 但还保留着围杆 船帆等往日的配置 而且只是表面有金属外壳 部分地方用了钢铁 不少地方依旧由木头打造 砰砰砰的打斗声愈发激烈 克莱恩和老尼尔正带找入口进船舱 突然听见了夹杂咔嚓的 哐当巨响 木头制造的舱房侧面瞬间破裂 四片乱飞 一道人影跌了水 撞到了船舰上 克莱恩顾不得看那道人影的伤势 目光完全集中在了正飞奔向猎口的怪物那里 这个怪物身高超过一米八 穿着破烂到不成样子的衬衣和长裤 裸露于外的地方布满暗绿色的鳞片 手脚的缝隙都长着皮膜 仿佛一些水生动物指尖的谱 它有个满是皱纹的脑袋 隐约能看见人类的样子 鳞片上则流淌的粘液正不断往下滴落 那些暗绿色的粘液轻微腐蚀着甲板 留下了鲜明的痕迹 试图冲出猎口的怪物被斯雷因侧面给了一拳 打得横移了两步 激勒夸张的斯雷因力量明显不如那个怪物 而且拳脚明明击中了对方 却打不碎鳞片 难以造成实质的伤害 一时非常狼狈 摇摇欲坠 要不是他平衡能力惊人 要不是另外有待法者跟着一动 开枪牵制 克莱恩怀疑这位蓝眼睛的老者会被怪物活活打死 斯雷因不断后退 又不断前进 就像明知道那是火焰却扑过去的飞蛾一样 但是克莱恩感觉得出来 他在积蓄着什么 等待着什么 斯雷因被打得倒退了几步 也遮住了另外一位待法者的视线 怪物抓住机会 当即冲下了裂口 他要逃出船舱 跳入塔索克河 望着那个满是皱纹 扶着黏液的脑袋 克莱恩抬起右手 勾动了半机 银色的猎魔子弹按照他的预期击中了怪物的躯干 但紧紧打碎鳞片 嵌入过半 那怪物顿时发出刺耳的尖叫 双脚用力 风一般扑了过来 扑向克莱恩 弼端钻入浓重的鱼腥味 克莱恩猛的一挨身体 滚向了侧方 他感觉船身一晃 又碎片打在了身上 与此同时 他听见了一道苍老而低沉的嗓音 那是用古赫密斯语念出的咒文 克莱恩又滚了两下 顾不得拾起手杖 慌忙举枪抬头 只见老尼尔在与怪物相隔不远的情况下 冷静地丢出了手中的符咒 那银织的薄片 很快被暗红的火焰笼罩 发出轻微的爆炸声 深沉宁静的力量 瞬间散移开来 那几乎撞碎了船船的怪物 一下出现摇晃 动作也变得迟缓 这时 斯维因从船舱内奔了出来 击近怪物 扭腰摆臂 机枪式地连挥了好几拳 全部命中了对方的头部 可是他只能打出裂口 无法造成致命的伤害 不过克莱恩可以感觉到 这位蓝眼老者的积蓄 即将达到顶峰 怪物似乎恢复了过来 反揣小臂 将斯维因 抡得倒退了五步 每一步都在甲板上 踩出了碎裂 眼见怪物即将反身 跳下货船 克莱恩赶紧用左手 从口袋里掏出了 那枚沉眠符咒 紧接着 他熟练地念出了一个 古赫密斯语里的单词 黑夜 豁然之间 克莱恩只觉掌中的 银制符咒变得冰冷 就像片片雪花 累积而成 他没有多想 将本身灵性灌注入符咒 并拉扯肩膀 甩动手臂 向那怪物丢了过去 此时此刻 那愚人般的怪物 已跳到了空中 暗红色的火焰 一下照亮了周围的黑暗 轻微的爆炸声 仿佛催眠的前奏 飞快的荡漾开来 怪物直直跌在了码头上 跌得缩成一团 短暂进入了 半沉眠的状态 第182集 克莱恩正持枪到船舰旁边 往怪物的脑袋开枪 忽然看见 海军军官服 已不知丢在了哪里的 斯维因冲了出去 跟随跳下 他在半空中调整了姿势 身体的肌肉快快鼓起 克莱恩的灵感里 某种压抑到极点的事物爆发了 斯维因从天而降 砸在那怪物身上 然后直起腰背 更重往下挥拳 击中了对方的脑袋 怪物的脑袋四分五裂 暗红的血液和灰白的脑组 撒得满地都是 并伴随有暗绿色的粘液 这就是暴怒之明的能力之一 克莱恩立在破碎的船弦旁 无声自语了一句 老尼尔捂着左手靠拢过来 也跟着往下眺望 这时 斯维因笔直站起 站在那里 深深凝视着脚下失去了生命的怪物 他不知从哪里拿出了一个 撇下去的金属酒壶 扯开盖子 咕噜喝了小瓣 然后倾斜平口 对准怪物 将剩下的烈酒 全部撒到了对方身上 做完这一切 斯维因似乎一下变得苍老 腰背都勾搂了几分 老尼尔叹了口气 望着下方的场景 低声对克莱恩说道 我认识这个失控的待发者 他跟随了斯维因二三十年 曾经清除过上岸杀人的水鬼 抓不过仕途 从他所磕喝潜水逃走的邪恶非凡者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克莱恩却听得出他潜藏的意思 这样一位立下很多功劳 杀过不少怪物的守卫 最终竟变成了怪物 而这不是孤立 是许多职业者 待发者和机械之心成员 都可能出现的结局 忘了忘站在怪物尸体前的斯维因 又侧头看着刚才负责 签制的待发者搀扶起半昏迷的同伴 克莱恩忽然有种难以言喻的悲伤 不管职业者 待发者 还是机械之心的成员 几乎都没有可能成为英雄 因为所做的一切都不会被大众知晓 只能深藏于各种机密文档里 但承受的危险和苦痛 却又如此真实 也许有那么一天 我的对手会是我的队友 克莱恩无声叹息 感受到了职业者 待发者和机械之心成员等名词 所蕴藏的沉淀点重量 这时 老尼尔叹了口气道 我们离开吧 不要打扰他们 好的 克莱恩拾起手杖 刚要迈步 忽然看见老尼尔依旧在捂着左手 于是关切问道 你受伤了 被谭妃的碎片扎到了 换作我年轻的时候 肯定能躲掉 幸运的是 这只是一个小问题 他稍微松开右手 让克莱恩看见了 左掌长辈那个 还在浸出鲜血的小伤口 确认没什么大问题之后 克莱恩边沿着弦体往下 边感叹道 尼尔先生 你比我想象的更加冷静 在那个怪物距离你不到两米的情况下 你还能镇定地念出单词 使用符咒 虽然当时失控变成怪物的待法者是扑向克莱恩的 但老尼尔距离他一直很近 面对赞美 老尼尔当即呵呵笑道 我可是资深的职业者 在我经历过的危险场景里 刚才的事情 甚至排不进前十 我记得有一次 我和邓恩在拉斐尔墓园巡视 有死者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活尸 离开了墓穴 悄悄埋伏在树木的阴影里 我路过那里 完全没有注意到他 想着找个隐蔽的地方 你懂的 结果被他扑到了背后 一把捏住了脖子 克莱恩听得颇有点惊心动魄 猜测着反问道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能冷静地使用符咒 或者某个窥密人 能快速施展的法术 老尼尔瞥了他一眼 不 邓恩及时拖着那个活尸 进入了沉眠 我说这件事情 是告诉你 作为职业者 不仅要相信自己 还要相信队友 克莱恩默然几秒 半是开玩笑 半是发自内心地说道 尼尔先生 你今天是如此的睿智 老尼尔小跳一步踏上码头 语待不屑地回答 这是因为你平时只认识到我最微不足道的一面 两人走出码头 一直回到了恶龙酒吧前方 克莱恩收起左轮 靠好手杖 脱掉外套 就着煤气路灯的光芒 检查其有无破损的地方 真是幸运 只是扎了几个木刺 弄脏了一小片地方 他拔掉杂草 粗略拍干净灰尘 重新穿戴整齐 老尼尔含笑看着 模仿他的语气 悠然补了一句 真是遗憾的 没法报销了 克莱恩短暂竟找不到语言应对 我不是这样的人 他在心里强调了一句 这个时候公共马车抵达 克莱恩掏出有织腕纹路的银色怀表 暗开看了一眼 如果没什么事情 我得回家了 他侧头对老尼尔说道 老尼尔微微点头道 回去享用你的晚餐吧 不用考虑刚才那个沉眠浮咒 我会找斯维印赔偿的 他可是个有钱人 当然不是今天 我得考虑下他的心情 感谢你的慷慨 克莱恩张了张嘴 最终只吐出了这么一句话 他快步走上马车 一路回到水仙花街 此时已超过七点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掏出钥匙 打开房门 克莱恩看见梅丽莎 正取下纱帽 将她挂向衣帽架 于是笑着说了句废话 你也才回来 这个时候 他之前积累的复杂情绪 一下消散 整个人都变得轻松 感觉温暖 今天学下有实际操作的课程 梅丽莎认真地解释道 克莱恩抽了下鼻子 闻到了食物的香味 正了正 下意识问道 那是谁在准备晚餐 话音刚落 他和梅丽莎同时抢答道 班森 两人的语气带着一点惊慌 这时 听到他们说话的班森走出厨房 在围裙上擦了下手道 怎么 难道你们对我的厨艺没有信心吗 我记得梅丽莎还不会做菜的时候 你们都会懂事地等着我回家 非常渴望地看着我做菜 其实做菜很简单嘛 比如土豆炖牛肉 先放牛肉煮一煮 再放土豆 再放点调料 克莱恩和梅丽莎互相看了一眼 保持了沉默 靠好手杖 摘取帽子 克莱恩转而笑道 我认为 是时候请杂伙女仆了 总是不按时晚餐 非常不健康 但我不希望我们聊天的时候 有陌生人在旁边 那会让我感觉不自在 梅丽莎下意识又找了个理由否决 克莱恩边脱着外套 边笑着开口 不用在意 就在这时 她表情忽然一致 动作停顿了下来 好险 差点顺手脱掉外套 我一夜下可是有把左轮的 她清了清喉咙 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地说道 不用在意 我们回家之后 可以让杂伙女仆到她的房间休息 我想 没有哪个仆人不喜欢休息 必须找一位 愿意学习做菜的杂伙女仆 她可不希望将来 一直承受黑暗料理的摧残 班森站在厨房门口 赞同点头斗 等有空闲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停根室 帮助家庭仆人协会 他们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源 和足够的了解 好的 就这么愉快地指定了 克莱恩 无视了梅丽莎 不太情愿的眼神 第183集 贝克兰德皇后区 格莱林特紫爵家 澳大利霍尔带着贴身女仆安妮 离开舞会 上到二楼 进入紫爵安排好的卧室 她在安妮的帮助下 缓慢脱掉了华丽的裙子 和轻便的舞鞋 套上了预先准备的 黑色戴兜帽长袍 戴好兜帽 澳大利站至全身近前 开始审视自己 她看见自身大半张脸 都被兜帽阴影遮掩 只有弧线优美的嘴唇 能被清晰注意到 黑色的长袍 藏于阴影里的容貌 神秘深沉的感觉 这就是我一直梦想的打扮 奥大利欣喜地想着 她不太放心地 又在兜帽里 夹了顶蓝色的船型软帽 有黑色细格薄纱垂下 让她的五官变得朦胧 不错 就是这样 奥大利将脚 塞入小牛皮短靴 侧头对安妮道 你在这里等着我 不管是谁前来 都不要开门 安妮无奈地看着小姐道 但你必须保证 这次外出 不超过一个小时 你应该相信我 前面几次 我都信守了承诺 奥大利笑着靠拢贴身女仆 拥抱着对方 做了个贴面礼 然后她轻快地后跃几步 拉上兜帽 转身从暗门 离开了所在卧室 她一路下行 来到子爵家房屋的侧门 看见一辆马车 已经停在了那里 主人格莱林特 立在阴影之中 看了奥大利一眼 由衷赞美道 你这样的打扮真的 就像罗塞尔大帝 常用的形容词一样 很酷 谢谢 奥大利须提长袍 优雅而愉悦地 行了一礼 两人上了马车 出了别墅 来到十分钟路 城外的一栋房屋 房屋正门外 奥大利看见了这段时日 常有来往的学徒 弗尔斯沃尔和他的朋友 仲裁者 修迪尔查 弗尔斯 鹤发威卷 淡蓝色的眼眸 带着天生的慵懒 他指着旁边的 修迪尔查道 他是一位出色的说服者 能帮助你们得到 想要的东西 修迪尔查身高较矮 顶多一米五出头 五官精致柔和 但眉眼似乎未曾展开 相当青涩 他虽然顶着头 杂乱毛糙的 极尖黄发 穿着传统的骑士练习服 却有种难以言喻的威严 和让人相信的魅力 奥黛尔和对方 见过几次面 浅笑打了声呼唤道 修小姐 我可以信任你吗 你完全不用担心 修迪尔查笑着 做了个请的手势 就在他脉步 跟上奥黛尔和 格莱林特子爵的时候 忽然有当的声音响起 奥黛尔寻声望去 看见修迪尔查的脚边 静静躺着一根 闪烁寒光的三棱刺 奥黛尔和对方 你看我 我看你 同时忘记了说话 过了十几秒 修迪尔查 快速而敏捷地下蹲 捡起那根三棱刺 将他藏到了身上 我们必须防备 意外的出现 有的人缺乏足够的理智 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 修迪尔查 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奥黛尔寻无言点头 声音清晰地回答 我相信你 这是让某些家伙 平静地和我们交谈的道具 弗尔寻侧过脸 望着草坪 在旁边补了一句 四人没再多言 往前几步 用三长两短的间隔 敲响了木门 吱压一声 正门缓缓敞开 进入观众状态的奥黛尼 看见里面散乱地坐着不少人 他们有的用各种方式 遮掩着本身的容貌 比如依靠兜帽和面具 有的则毫不在乎 坦然裸露着五官 几乎是瞬间 奥黛尼注意到了 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的 黑袍男子 这位男子也戴着兜帽 将长相藏在了阴影里 他安静无声地注视着来客 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 他非常自信 但眼神很恶心 视线一直在我身上移动 就像两根滑泥的触手 想要剥掉我的衣服 澳大利感官敏锐 观察细致 冷静做出了判断 但身上差点起了鸡皮疙瘩 这时弗尔斯介绍道 那是A先生 一位强大的非凡者 本次隐秘聚会的召集者 A先生 感觉更像犯罪者的代号 而不是神秘强者的称呼 和愚者根本没法比 不 能和愚者先生比较的 应该都是神灵 或者仅次于神灵的大人物 澳大利念头一转 忽然充满了优越感 他平静地看了A先生一眼 压底嗓音 对弗尔斯和修迪尔查道 这位先生 有什么事气吗 旁边同样套着戴兜帽长袍的 格莱林特子爵 对此也非常好奇 修迪尔查 一脸严肃地回答道 曾经有好几次这样的事情 叙列八甚至叙列七的非凡者 盯上了A先生 试图对付他 但最终 他们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真是一位强大的非凡者 格莱林特赞叹着重复了之前的介绍 说话间 四人进入了房屋 守门人立刻关闭了大门 稍微适应了下煤气灯的光芒 奥黛丽看见最前方竖立着两块黑板 上面写着一行又一行的单词 这时 拿着一根卷颜蛋未点燃的弗尔斯 低声说道 那是聚会成员各自的需求 你应该可以理解 很多人不希望别人知道 自己拥有什么 免得被贪婪者盯上 所以 他们会匿名在黑板上 书写想要什么 或者希望卖掉什么 以及大致的价格和物品要求 奥黛丽轻轻汗手 顾不得观察聚会成员 直接浏览了左侧黑板上的几条条目 需要一对成年曼哈尔鱼的眼睛 怨灵残留的粉尘 165磅 罗塞尔大帝的笔记三页 20磅 看到这里 澳大利再也无法维持观众的状态 又震惊又兴奋 这些价格 这些价格 太便宜了 他激动又欣喜地想着 行走间 他目光一动 看见了更多的条目 婴孩之气 花朵 200磅 木乃伊粉末 10克 5磅 鱼人年夜 30毫升 29磅 序列八 治安官 魔药配方 450磅 太便宜了 非凡材料都没超过300磅 澳大利一边看得眼睛发亮 一边跟着同伴 找到位置坐下 第184集 修迪尔查凑到他耳畔 低声寻问道 你有什么想要的 澳大利鼻息加重 脑海里瞬间就闪过了 罗塞尔大帝那句著名的宣言 我都要 他有两个哥哥 所以轮不到他继承爵位和主要财产 但作为备受父母和兄长喜爱的姑娘 他的名下有着价值30万磅的房产 田地 牧场 矿藏 珠宝 股票 股份和债券 这算是他分道的家产 但在他父亲霍尔伯爵过世 或自身嫁人前 都只是名义上拥有 每年获得对应的年金 可就算这样 他一年也有1.5万到2.5万磅的收益 在整个鲁温王国的女贵族里面 也是能排得上号的 当然作为一名贵族 很多必要的开销是少不了的 尤其他已经拿着年金收益 不能再世事都找父母 他控制住自己 矜持地回答道 我暂时只看中了罗塞尔大帝的笔记 我是他的崇拜者 我认为他所创造的特殊符文 或者说文字 有着神秘的力量 只是我们没找到将它们正确组合起来的办法 他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 他话音刚落 坐在附近椅子上的一位穿白衬衣黑马甲的年轻男子 就激动地附和道 是的 就是这样 我终于遇到一个和我是相同观点的人了 我就是那三页笔记的拥有者 我现在就可以卖给你 奥黛丽先是茫然 接着语含笑意地回答 那请允许我表示我的感谢 他拿出两张十磅的现金递给对方 收获了三页罗塞尔大帝的日记 当然 这里没人知道这是日记 只笼统地称呼为笔记 拿到手翻了一下 奥黛丽确认文字和自己以前获得的那些相似 收起笔记 他低声向修和弗尔斯问道 如果笔记是假的 可以找谁 A先生吗 对 A先生不允许他组织的聚会里 有欺诈的情况出现 我也可以私下帮你仲裁 修迪尔查跃跃欲试地回答 我明白了 奥黛丽进入观众状态 开始审视在场的非凡者 和非凡者预备异满 因为刚才那位年轻人的激动 很多人都注意到这边 在或明显会隐蔽地打量着奥黛丽和格莱林特 但都缺乏穿透兜帽的目光 沙发椅子茶几零散地摆放着 共同朝向黑板 材质很一般 说明召集者A先生不是贵族 在这方面非常随意 以他表现出来的自信 不会故意去做类似的伪装 奥黛丽转动眼珠 冷静观察 A先生打量了在场的所有小姐和女士 目光经常停留在 长相不错的那几位身上 他很好色 他为什么总是看我 他能看穿都冒得遮掩吗 推断到这里 奥黛丽心头一惊 就像吃了苍蝇般恶心 但很快他就放下了心 因为他发现 A先生并没有往他和其他女性的身上瞧 这表明他的眼睛并不能直接看穿布料 他的视力非常出众 这种情况下都冒的作用很小 澳大利安静地旁观着别人的交易 把握到了在场众人的部分情况 这时A先生的侍从走了过来 低声对四人道 你们可以把需求写在纸上给我 也能在休息阶段去小房间内 把希望卖掉的物品写到黑板上 弗尔斯嗅了口卷烟 警惕地环视一圈道 你们考虑好 想要的序列酒配方了吗 这段时日里 他履行承诺 将本身能够了解到的 所有序列图经信息 告诉了澳大利和格莱林特子爵 澳大利假装思考了一下道 他考虑到将来要经常和弗尔斯 修迪尔查接触 迟早会被他们发现自身是非凡者 是观众 所以干脆借这个机会 将事情弄到明面 彻底掩盖住塔罗会的存在 虽然这会白花一笔钱 但很值得 澳大利悄然赞美了自己一句 与此同时 他发现修迪尔查 时不时就望向黑板 又是渴望又是沮丧 修告诉过我 仲裁人对应的序列八是治安官 他在看那个价值 四百五十磅的配方吗 看得出来 他对治安官配方非常渴望 他成为仲裁人超过一年 一直在不自觉地扮演仲裁的角色 应该已经消化掉魔药了 以上所有细节说明 修缺钱 澳大利暗自做着判断的时候 格莱林特自觉说出了自身的选择 药师 我需要序列酒 药师的配方 感觉到澳大利福尔斯和修旺来的目光 他黑黑解释了一句 对我来说 拥有健康 不害怕大部分疾病和伤害 是最重要的事情 理智的选择 我曾经的梦想也是要事 福尔斯叹息笑道 他有着慵懒颓废的气质 决定之后 澳大利等人将要求写在了纸条上 交给了侍从 然后看着他绕了一圈 挨个询问 又搜集到不少纸条 这位侍从将纸条混杂着 交给负责黑板的同伴 让他把信息登记上去 需要观众和读心者魔药的配方 价格当面商谈 没写上一条 逝者就会朗读三遍 如果有谁感兴趣 就会暗中申请房间 在逝者帮助下完成交易 等待了一阵 澳大利和格莱林特 始终没能等到 有人想要交易的请求 各自都有些失望 就在这时 又有试者走了过来 凑到澳大利旁边 给了他一张折好的纸条 A先生给你的 这位试者压低嗓音道 澳大利展开纸条 看了一眼 只见上面写道 对别的序列酒配方有兴趣吗 澳大利不懈地勾了下嘴角 在纸条空白处写道 我只对观众感兴趣 他重新将纸条折好 还给逝者 看着对方交到了A先生手中 A先生打开瞄了一眼 什么也没说 依旧沉默安静地 注视着聚会成员们 但澳大利敏锐注意到 纸条悄悄燃烧了起来 化作灰烬 跌落到地面 第185集 又过了15分钟 A先生开口说道 进入休息阶段 可以随意交流 这个时候 迈出罗塞尔日记的年轻男子 靠拢奥黛利 兴奋说道 我已经破解出一部分 罗塞尔大帝的特殊符文 并将他们闻到了身上 获得了不错的能力 你有兴趣吗 澳大利顿时想到 自己曾经问过渝者先生 问他罗塞尔大帝日记里的 特殊文字 是否具备神奇的能力 而渝者先生的答案是 除非有哪位神灵 突然感兴趣 他看着面前的年轻人 想了想 试探着问道 获得了什么不错的能力 那个年轻人兴奋地回答道 我更强壮 更健康了 奥黛利怜悯地看了他一眼道 很抱歉 我更相信自己的研究 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继续观察着这次聚会 但没收获太多有用的信息 只是粗略判断 有医生律师等正常职业的成员 又过了半个小时 奥黛利等人离开这里 返回了格莱林特子爵的别墅 一直待到舞会结束 夜里十点的样子 奥黛利回到家中 正要让女仆准备热水 忽然看见大狗苏西 给自己使了个眼色 他给我打了个眼色 奥黛利的感觉 一下变得复杂 找理由让女仆们 暂时离开后 奥黛利反锁住房门 回头望向 不知还算不算 自己宠物的金毛大狗苏西道 你听到了 或者遭遇了什么事情吗 金毛大狗苏西 沉稳地蹲在那里 嗷呜了一声 震荡着周围空气道 是的 我在书房里听见 伯爵和几位议员 商量事情 他们说 国王和首相达成了共识 放弃短时间内 在拜朗东海岸 报复佛萨克帝国的计划 拜朗东海岸在哪里啊 见苏西掌握鲁温宇的 进度惊人 奥黛利感觉愈发复杂 他默然其秒道 我明天给你一张地图 好的 苏西欢快地回答 国王和首相认为 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是推进之前那个改革计划 用公开考试的办法 确定政府事务人员 他们希望在十月份之前 让这件事情 在上院和下院都得到通过 真的 奥黛利惊喜地反问道 这可是他成为观众后 尝试着用本身能力 隐蔽引导的第一件事情 如果他能变成现实 那会让他充满成就感 苏西非常老实地回答道 我不能给你确定的答案 这只是我听到的内容 我甚至无法深刻理解 它是什么意思 毕竟 我只是一条刚开始学习的狗 我不知道 奥黛利短暂呆滞 旋即绽放出笑容道 苏西 你做得棒极了 来 这是给你的奖励 她从一个装饰华丽的柜子里 拿出一个袋子 扯开封口 放到了苏西的面前 这是贝克兰德关爱宠物公司 用面粉 蔬菜 肉类和水制作的狗类饼干 是苏西非常喜爱的零食 端正坐着的苏西抽了下鼻子 一只爪子扬了扬 似乎在考虑该怎么进食 才符合自己现在的身份 几秒钟后 她放弃思考 遵循本能 猛地扑往前方 叼着那袋干粮就冲向了房门 她直起身体 单爪开门 一路出去 躲到阴影里 哼斥着开始享用零食 周日下午 在家里补完因直守查尼斯门而缺少的睡眠后 克莱恩乘坐无轨公共马车 再一次抵达恶龙酒吧 他之前本打算用占卜的方法寻找怪物阿德米索尔 探索对方最近古怪的缘由 但被待罚者的突然失控打断 只好换到今天再来 穿过桌球室进入地下交易市场 这一次克莱恩不用寻找 就看见阿德米索尔正缩于角落瑟瑟发抖 这位黑发凌乱油腻 脸色苍白难看的年轻人 察觉到克莱恩的靠近 顿时捂着眼睛 贴着墙壁 想要移向侧门 但克莱恩已快步赶了上来 堵在他的身前 并悄然倾扣了左边牙齿两下 在他的灵视里 阿德米索尔的气场相当不健康 不管哪种颜色都有点暗淡 也就是说 虽然对方没什么大的疾病 但身体非常虚重 与此同时 克莱恩发现怪物的情绪颜色 透出明显的害怕和紧张 且完全缺失理性思考的蓝色 他的心灵体表层 从以太体的最深处扩张了出来 颜色是浑然统一的透明无色 就像由纯净的光芒构成一样 这就是天生怪物的特殊 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 盯着阿德米索尔的脸孔 直接开口道 这时阿德米索尔低下了脑袋 望向自己的脚尖 似乎不敢直视面前之人 穿着灰蓝色长裤 破旧亚麻衬衣的他浑身颤抖 惊慌失措地回答道 不 我没有看见什么 没有 没有 我只是做了一场梦 梦里都是血 满地都是死人 死人 你还有我 还有我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他又笑又哭 回答的内容 让克莱恩感觉 自己的思绪都变得混乱 揉了下太阳穴 克莱恩沉声又问 你为什么要害怕我 阿德米索尔愣了几秒 突然蹲了下去 惶恐到极点地喊道 不要 不要 一道道目光随之望来 克莱恩顿时就尴尬了 我没对你做什么呀 为什么要喊得像是被怎么招了一样 他甘笑两声 见阿德米索尔蜷缩颤抖 只是求饶 再没有别的语言 只好与对方拉开距离 装作路过 也许得去请教下阿兹克先生 只是他上上周 就去福萨克帝国的北地度假了 得下周四五才能返回 在此之前 先汇报队长 克莱恩无嘴打了个哈欠 转身离开了地下交易市场 在领到这周薪水后 他的私房钱直血回到八磅石苏勒 但对那些非凡材料 也还是只能看一看 当然如果不怕利息太高 可以去找老板斯维因做一个拆借 走出恶龙酒吧 等待公共马车的同时 克莱恩思绪发散地想着接下来的事情 还剩一周 最开始支取的十二棒就要还清了 拿回家里的钱 终于能够到达美洲三棒了 梅丽莎这下没有借口 再拖延雇佣砸活女仆的事情了 另外的三棒 再满段时间 再攒些私房钱 还有 尽快从达斯特古德里安那里 拿到读心者配方 或者找到相应的线索 依给手下经费为理由 从正义小姐那里换取现金 这可以通过银行不记名户头的方式完成 过程中 我再用占卜办法做一定干扰 这就非常安全 不会暴露我的秘密了 第186集 上了公共马车 克莱恩没直接去黑经纪安保公司 打算先到占卜俱乐部坐两个小时 这是为接下来第一次铺垫 本身在消化魔药的事情 做前置准备 而且对克莱恩来说 他在占卜这一行业 也算有些名气了 过去的老顾客有再次光临的 也有介绍朋友前来的 如果刚好凑巧 他一下午甚至可能有超过十桩生意 这样一来 即使他一周基本只去两次 也能得到半磅左右的收入 对贫穷的患者来说 这不无小补 可惜当初把话说得太好听 将形象树立得太完美 没法随意更改占卜费用了 坐在俱乐部的会议室里 克莱恩一边喝着稀薄红茶 一边无奈地想着 以他目前的名气 即使一次收四足乐 也有的是人来占卜 但是作为一名尊重命运的占卜家 他只能继续维持八变式的价钱 虽然克莱恩现在已彻底消化了魔药 但他不愿意冒风险 去违背自己之前总结出来的占卜家守则 这包括不用占卜获得超长的利益 毕竟他不知道 这是否会导致失控 或别的不好的事情发生 职业者内部的资料 没有消化这一概念 所以克莱恩无法从上面 判断彻底消化魔药后 是否还存在一定风险 不能做出违背相应规则的行为 就在他考虑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漂亮的接待女士安杰丽卡进来 走到他的旁边 低下身子 小声说道 莫雷蒂先生 有人找您占卜 红妈脑房 好的 克莱恩来之前有确认 今天是否易于到俱乐部 从占卜里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他拿上半高丝绸礼帽 走出会议室 看见了等待在红马脑房门口的顾客 这位顾客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身穿淡蓝色 有荷叶边的长裙 手拿一顶铜色纱帽 有头天然卷的鹤发 有张婴儿肥的可爱脸蛋 有双青色漂亮的浅蓝色眼眸 伊丽莎白 克莱恩认出这是妹妹的好友 就读于伊沃斯宫学的伊丽莎白 她曾经帮对方挑选过护身符 也在对方帮助下 解决了塞琳娜魔镜占卜事件 克莱恩无奈地解释了一句 她边暗自摇头 边转身打开了红马脑房的大门 与此同时 她倾扣了左边牙齿两下 缓步进入房间 坐到占卜师的位置后 她抬头望向了伊丽莎白 只是一眼 她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这位少女的气场颜色 染上了一层 带着些许浅黑的音律 被鬼魂怨灵缠身的征兆 克莱恩冷静做着判断 直接开口问道 你最近是否经常做噩梦 而且梦中有些事物在重复 刚反锁房门的伊丽莎白 还未来得及坐下 就惊得愣在了那里 是的 这正是我找你的目的 你做了什么梦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我在拉姆德小镇度假的最后两天开始 我家在那边有个小的庄园 伊丽莎白也算是半个神秘学爱好者 对相应的情况早就回想的比较清楚 我在梦里总会遇见一个身穿黑色全身盔甲的骑士 他手提一把巨大的扩建 脸部完全被头盔的面甲遮住 只能看见一双闪烁红光的眼睛 他一直在试图靠近我 我就害怕地逃跑 距离一次比一次近 在做类似的梦之前两三天 你是否接触过古董 古代遗迹 或者陪葬品和灵情 伊丽莎白回忆了十几秒道 我 我在那几天去过拉姆德小镇附近的山上 那里有一座废弃的古堡 这是标准的灵异小说开头啊 克莱恩无声吐槽了一句 那你是否有遗留什么物品在古堡 或者从古堡带走了什么物品 伊丽莎白皱起好看的眉毛 过了一阵才不太确定地问道 我当时被金结扎出了血 有血液遗留算不算 克莱恩郑重点头 沉声回答 算 听到克莱恩的回答 伊丽莎白顿时有点紧张 不自觉加快了语速道 能帮我占卜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吗 如果能占卜出解决的办法就更好了 占卜顶多能给出解决的方向 而且还是充满象征意义 模糊不清 容易解读错误的那种 当然 你很幸运 我不只是单纯的占卜下 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神秘学者 克莱恩赋斐了女孩的问题两句 既然与梦境有关 那我建议采用这方面的占卜法 好的好的 伊丽莎白小鸡吃食般点头 克莱恩保持着一本正经的专业范道 我需要你在这里睡一觉 再现那个梦境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我相信你 伊丽莎白抿了下嘴唇 毫不犹豫地回答 但她很快又结巴着补充道 可是 可是我 我无法保证 一定会做那个梦 只是一个尝试 克莱恩用温和的笑容 安抚着对方 然后她指了指红马脑占卜房侧面的长沙发道 请 不 不需要 我就在这里睡 伊丽莎白轻轻摇头 摆出双手交叉环抱的姿态道 我在宫悬里 感觉疲惫的时候 就会趁下课的间歇 这样睡一会儿 她边说边以双臂为枕 前倾上半身 爬到了桌子边缘 好的 你可以假装我不存在 克莱恩笑着观察起对方的气场和情绪颜色 以此判断女孩是否入睡成功 嗯 伊丽莎白闭上眼睛 将脸埋进了臂弯 努力让呼吸变得均匀 克莱恩没再说话 向后靠住了椅背 房间内顿时变得异常安宁 那是让人心灵平静 忘记外在的安宁 第187集 过了一阵 确认伊丽莎白进入睡眠状态后 克莱恩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半圆形的银质薄片 薄片之上布满常人难以看懂的赫米斯语单子和各种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数字标识 这是克莱恩在昨天上午制作成功的梦境符咒 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两枚沉眠符咒 两枚安魂符咒 前者用的是长方形的银质薄片 后者是三角形的 以便他在激烈的战斗中光凭手感就能区分 飞鸿 克莱恩低沉发声 念出了一个古赫米斯语里的单词 这是他设定的开启咒文 因为还有后续灌入灵性的环节 所以没必要与别人不同 只要适合记忆且足够简短就行 蕴含神秘意味的嗓音回荡之中 克莱恩感觉到掌心的梦境符咒一下变得轻飘 似乎短暂失去了重量 等到灵性灌注入内 他立刻将符咒放到了自己面前的桌子上 透明的火焰无声腾起 包裹着符咒 燃烧出幽深宁静的黑色 这黑色飞快弥漫 一下将克莱恩与伊丽莎白笼罩 克莱恩抓住机会 进入冥想的状态 用灵性看见前方有一团虚幻朦胧的椭圆形光球 这光球四周只有无银的深黑 衬托得他异常孤单 克莱恩不敢耽搁 立刻蔓延灵性 触碰向那团不够真实的光球 无声无息间 他周围的场景开始颠倒闪烁 但很快固定为一片黄褐色的平原 平原之上倒闭着诸多马匹和人类 到处都有鲜血和兵器 伊丽莎白穿着羊腿袖的宫廷长裙 头戴垂下了薄纱的帽子 正茫然的四处张望 他一下捕捉到克莱恩的身影 脸上刷的浮现出惊喜的笑容 莫雷蒂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我之前和塞琳娜到占卜俊乐部 找人占卜的时候 就怀疑名册上那位克莱恩莫雷蒂是你 后来我又去了几次 但由于平时要上课 和你的时间总是错开 等到放了暑假变得空闲 我却被父亲和母亲 拉到拉姆德小镇度假了 你一定能够帮助到我对吧 听着女孩的序道 克莱恩短暂竟有些郑重 原来伊丽莎白早就怀疑 我在占卜俱乐部兼职 而且还特意来找过几次 她刚才竟然一点一场 都没有表现出来 惊喜是实实在在的 正好掩饰出了真实的想法 果然 每个人在梦境里都是诚实的 除了我这个愚者先生 她思绪分成间 伊丽莎白的梦境出现了变化 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 高大骑士倒托着能触及地面的 扩建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这名骑士穿着黑色全身盔甲 行动间有轻微的金属碰撞声传出 两团火焰般的红光 从他面甲的缝隙里透出 死死盯着克莱恩和伊丽莎白 一个怨魂的意念 还达不到恶灵的程度 本就处于灵性状态的克莱恩 此时无需再开启灵事 在职业者内部的资料化分离 残留的怨念和不甘 是最弱小 最容易处理的魂类事物 之后 依次是幽影和怨魂 恶灵 则属于非常棘手的魂类怪物 最恐怖的恶灵 据说不比高系列强者弱 想到这里 克莱恩上前一步 挡在了伊丽莎白的身前 然后右脚重重一踏 让梦境瞬间支离破碎 无数萤火虫般的光芒纷飞 克莱恩的灵性回归了他的身体 让他的眼睛重新看见了 光线昏暗的红马脑占卜房 看见了白有各种占卜道具的桌子 看见了燃烧完毕 只留少许余尽的梦境符咒 望着这幕场景 想到黑夜女神领域的符咒 都是纯银制作的 克莱恩就忍不住一阵心疼 这玩意儿就是在烧钱呢 就算不考虑到我的劳动力成本 光算各种材料 平均下来也得六到八苏了一枚 想想永恒列强教会的非凡者 感觉平衡了不少 毕竟他们是烧黄金的 太阳领域的对应金属 是黄金 这时伊丽莎白轻轻嗡了一声 缓慢苏醒过来 重新端正坐直 他有些躲闪地看了克莱恩一眼道 莫雷蒂先生 有占卜出结果吗 有 不超过一周 噩梦就会自省消失 我会汇报队长 让他及时派人去拉姆德小镇处理 克莱恩在心里补充着没说的部分 真的 太好了 谢谢你 莫雷蒂先生 伊丽莎白一下变得兴奋和激动 然后突得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 克莱恩关心地问了一句 没有什么事情 只是想到必须要回家了 他动作缓慢地取出早就准备好的伊苏勒纸壁 将他放到了桌上 然后拿着帽子矜持地与克莱恩告别 离开红马脑占卜房后 他步伐轻盈地走向了大门外的楼梯 确定没人看见的时候 芒急抖两条手臂低声痛呼道 好吗好吗 黑经级安保公司内 邓恩揉了下额头 灰眸凝望着对面的克莱恩道 你突然返回 是不是又遇到了什么非凡事件 队长 你怎么依附嫌弃的语气 克莱恩清了清喉咙 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的 什么事情 邓恩史密斯再次揉了揉额头 克莱恩条理清楚地回答道 两件事情 一件是我之前去地下交易市场 购买符咒材料的时候 发现怪物阿德米索尔 蜷缩在角落里 害怕得全身发抖 在此处 他疯狂地暗示材料费用需要报销 至于寻找达斯特古德里安的侦探费用 因为牵涉红烟囱的事情 他反倒不好提及 并且深深地后悔 当时没有分别委托给两家侦探社 邓恩似乎没听出克莱恩隐藏的意思 轻轻点头道 阿德米索尔发生了什么事情 克莱恩无声吐了口气 阿德米索尔做了一场梦 梦见满地的血 满地的死人 其中包括他自己 于是就被惊吓得非常厉害 邓恩仿佛在思考般缓慢开口道 作为占卜家 你觉得这象征了什么 一场灾难 一场波及范围比较广的灾难 但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信息 而且阿德米索尔的梦境 未必每一个都具备象征意义 克莱恩斟酌着回答 我将提交给圣唐 看他们会给予什么意见 这不是我所擅长的事情 克莱恩也没有别的思路 转而说起了伊丽莎白 被怨魂意念纠缠的事情 拉姆德小镇 那位小姐是女神的信徒吧 克莱恩做出肯定的回答 是的 那就没有问题了 你和我现在就去拉姆德小镇 争取在那享用晚餐 再带上弗莱 死尸和鬼魂相关的事件里 她的能力非常有用 邓恩揉着太阳穴 努力思考自己有没有遗忘什么 如果伊丽莎白不信仰黑夜女神 那就必须按照她的具体信仰 移交给待罚者或者机械之心 要是她的信仰甚至都不在三大教会之内 则归属负责郊区的机械之心 克莱恩没再说话 安静等待了一阵 终于听见邓恩补充道 还有 我们是三个人行动 可以深清使用封印物 3-0782 3-0782 克莱恩苦苦思索了一阵 才想起对应的封印物 是变异的太阳圣灰 这枚圣灰的超凡效果 似乎能维持很久很久 作用是不断净化周围15米内的死尸和鬼魂 缺点是 还会同时净化正常人的灵魂 研究数据显示 正常人如果在他15米范围内待上一个小时 就会变成只知道赞美太阳的白痴 非凡者的极限是六个小时 至于鬼魂和死尸 不超过一分钟就会溃散 啊 队长竟然记得这件封印物的代号 我去 感觉记忆力还不如他了 克莱恩突的一震 差点找跟面条上吊 就在这个时候 邓恩史密斯往后依靠 回眸幽碎的问道 你又去占卜俱乐部了 这两天 感觉有变化吗 第188集 队长 这就是我希望你问的问题 克莱恩认真点头 我感觉更好了 我甚至认为我现在就能够通过圣堂的考察 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体会和自信 想到刚才的问题可能略有点模糊 他忍不住又补充了一句 也许魔药的名称真的是关键 当我严格按照自己总结出来的占卜家守则 去做一个占卜师的时候 一切都变得美好和容易 我已经能够用更加隐蔽的办法开启灵事了 邓恩眉头微皱 眸光内收 仿佛在思考般自言自语道 魔药的名称 过了十几秒 他重新望向克莱恩道 你是否需要回去告诉家人一声 周日是你只手查尼斯门后的第二天 你本来应该获得休息的 考虑到伊丽莎白是妹妹的好友 而且自身承诺过 问题会在一周内解决 克莱恩没有为难地回答道 不需要这样浪费时间 等出发之后 让马车从水星花街绕一圈就行了 好的 那你去找弗莱 我填鞋申请单 将封印物3-0782领取出来 邓恩指着协对面的休息室道 弗莱恩是收尸人 没有不免者那样充沛的精力 如果有空 往往会睡个午觉 自己填写申请单 自己签字 自己领取 队长 咱们这管理制度有漏洞啊 克莱恩付匪了两句 没有开口 拿上帽子 退出邓恩的办公室 敲响了协对面的房门 弗莱拉开门 难掩疑惑地看着克莱恩道 有什么事情吗 因为刚刚还在午睡 他头发有些凌乱 衬衣也穿得不太整齐 冰冷阴沉的气质 一下被冲淡了许多 然而 然而 还是像刚从棺材里 爬出来的死人 克莱恩藏住笑容 非常正经地回答 有一切案子 设计怨魂 队长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好的 弗莱下意识抬手 将头发的凌乱抚平 重新又变成了活人物尽的阴冷者 等到他穿戴完毕 两人在接待大厅的沙发区域只坐了七八分钟 就感觉到四周变得温暖纯净 仿佛在接受太阳盛光的照射 紧接着 他们看见邓恩史密斯走出隔断 手里拿着一枚半个巴掌大小的古朴徽章 这徽章呈现暗金色泽 其上会刻着太阳的象征符号 有一节又一节的线条 延伸向边缘 正是来自因蒂斯共和国的封印物 三杠零七八二 原名 变异的太阳圣灰 因蒂斯正是那个被罗塞尔从帝国改成共和国 又从共和国折腾回帝国的国家 如今他已建立了稳固的共和体制 位于北大陆西岸 与鲁恩王国以剑海 霍纳其斯山脉等标志物为界 因为从因蒂斯建国开始 永恒列阳教会就占据了主流 一直压制工匠之神教会 到对方改名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 所以这个国家又被称为太阳之国 我们出发吧 弗莱你负责驾车 希泽尔没法承受那么久的盛会进化 希泽尔弗朗西斯是负责购买和申领物资的文职人员 同时也兼职马车夫 但他是普通人 没法在封印物三杠零七八二十五米范围内待超过一个小时 而从佐特兰街到拉姆德小镇 据克莱恩了解 至少需要两个半小时 这还不包括去水仙花街绕一圈的时间 好的 弗莱没有推辞 只是又一次检查了随身物品是否有遗漏 当太阳的余晖将小镇教堂的尖顶染上金黄石 从水仙花街绕了一圈的职业者小队马车终于抵达了拉姆德 这座小镇位于亭根西北方向 诸多建筑还残留着蒸汽时代前的特色 几乎没有工厂存在 是附近全部乡村的商贸点 将马车停放于小镇旅馆的对应位置后 邓恩扫了眼对面的理发店道 我刚才问过本地的居民了 从这里到山上的废弃古堡只需要走一刻钟 据说那属于第四季末期统治这里的灵处 但是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当然 他们的描述都只能归属于民间传说 我们现在过去 在天黑前解决掉那个怨魂 然后轮流看守三杠零七八二 让他远离普通人 从邓恩拿到变异的太阳圣灰到现在 已过去了足足三个小时 距离非凡者的极限越来越近 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必须分开 给彼此留出恢复的时间 好的 我没有问题 克兰恩悄然摸了下兜里的 沉眠符咒与安魂符咒 三位穿着黑色薄风衣 戴着铜色礼帽和沾帽的职业者 穿过小镇街道 从岔路走向了附近那座小山 沿途杂草丛生 灌木密布 但道路相当宽阔 几乎能供两成马车并行 没过多久 他们看见了一座 外墙坍塌的古堡 看见依旧耸立的外壁之上 爬满了绿色的植物 裸露的地方 则多有斑驳 还未靠近那里 特莱恩就感觉到刺骨的阴冷 手臂豁然起了一层疙瘩 确实有怨魂 弗莱望着古堡 语气没什么起伏地说道 邓恩侧头看了某位新进职业者一眼 放心吧 有三杠零七八二 有弗莱 怨魂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 他一手拿着特制左轮 一手握着变异的太阳圣灰 当先外部走向了废墟般的古堡 克莱恩紧跟在后面 时刻准备着扣动扳机 或者砸出手杖 使用符咒 等恩距离古堡不到五米的时候 残缺马舅和水井等事物 映入克莱恩眼中的时候 一阵能用凄厉来形容的 阴冷之风刮了出来 似乎在拒绝不速之刻的光临 三位职业者没有止步 继续前行 温暖纯净的感觉 逐渐驱散了阴冷 占据着古堡的前端 他们踩着堆叠的石块 通过坍塌的外墙 缓步进入了失去大门的古堡 踏在破碎的地砖之上 石柱倒塌 抬显横生的古堡大厅 颇为宽广 但窗户狭小 且位于较高位置 使得采光变成一件很难的事情 让这里昏尘而阴暗 这也是第四季末尾和第五季初期古建筑的特点 为历史学家克莱恩本能做着判断 并隐蔽开启了灵式 就在这时 虚幻胆刺耳的怒吼爆发 浓郁的黑雾不知从何处陡然弥漫出来 对抗着温暖与纯净的侵蚀 第189集 那片黑雾之中 很快浮现出一道高大的身影 它穿着黑色全身盔甲 手提一把正常人难以挥动的扩建 这个怨魂 与克莱恩在伊丽莎白梦里见到的完全一致 两团火焰般的红光 穿透面甲的缝隙 冰冷但愤怒的盯着三位职业者 打扰了我的陈年 必须用血与肉来偿还 他突的脉步 一下就靠近了邓恩 手中扩建沉重的往下劈开 邓恩早敏捷的往后退开 抬手开了一枪 银色的裂魔子弹竟没能穿透那虚幻的黑色盔甲 打在上面 发出清脆但不够真实的声响 克莱恩与弗莱同时往旁边退开 一个单手握枪 瞄准黑甲骑士眼睛位置的两盘火光 扣动了扳机 一个眼眸转为深沉宁静的灰白 专注打量着怨魂 黑甲骑士再次怒吼一声 大步跟上邓恩 横扫出扩建 扩建没能斩上邓恩 却将它击飞了出去 重重撞在了门边 撞得口吐鲜血 三杠0782落到了地面 怨魂穿着铁靴的右脚迫不及待地踢了过去 将这件不断净化着周围事物的危险徽章 踢出了古堡大门 踢出了自身15米范围 刚才那一枪没能击中的克莱恩 看到这一幕 又是担心 又是紧张 又感觉奇怪 就像自身在意一种 俯视 冷静 理智的姿态 审视着眼前的变化 他又开了一枪 银色的猎魔子弹 当地打在了怨魂的面甲之上 打得火星四箭 但未造成明显损害 右手手刀 就在这时 一向冰冷阴沉的弗莱 大喊了一声 语气里满是焦急 话音未落 他自己也抬起左轮 瞄准了怨魂右侧的铁手套 几乎下意识就按照弗莱 话语去做的克莱恩 扣动扳机 与对方不分先后的 同时射出了银色猎魔子弹 这次 怨魂没再用盔甲硬挡 而是早有准备的竖起扩建 轻松将两枚子弹 隔飞了出去 他一个迈步 以冲锋的速度 奔向了克莱恩 直接撞在了他的身上 克莱恩倒飞了出去 看到自己胸前凹陷 看到自己正在吐血 但却没有一点难受的感觉 他一下醒悟过来 跌落在地 翻滚惨叫 突然之间 古堡怨魂倒塌的柱子 遍地的苔藓 诡异破碎 一切又回到了黑雾弥漫 黑甲骑士刚刚浮现的时候 唯一的不同是 邓恩双拳紧握 半弓下了身体 灰色的眼眸变得幽黑深邃 果然 之前的一切都是梦境 队长将怨魂我和弗莱 同时拉入了他的梦境 但我较为特殊 能保持清醒和理智 克莱恩发现 自己依旧站在邓恩 右手两米的位置 并未吐血 也并未惨叫 就在这个时候 邓恩直起身体 看着即将劈砍而来的怨魂 冷静开口道 超过一分钟了 怨魂愣了一下 接着发出凄厉的惨叫 身体开始不断蒸腾出黑雾 像是收到了死亡宣告 不到恶灵程度的死尸和鬼魂 无法在变异的太阳圣灰15米范围内 存在超过一分钟 我操队长 你好帅啊 克莱恩旁观着这一幕 差点脱口喊666 邓恩使用梦境能力 不是为了用主场优势击杀怨魂 仅仅是拖延时间 温暖纯净的感觉里 黑雾飞快蒸发 阴冷也逐渐消失 没过多久 穿着全身盔甲 拖着巨大扩建的怨魂骑士 彻底透明 融入了虚空 一只黑色铁手套落到地上 表面凝着些许白色冰霜 克莱恩正在请示队长 问要不要去拾取掉落物品 但他目光一扫 灵感突被触动 分阁古堡大厅和餐厅的台阶位置 仿佛有强烈而虚幻的痛苦与肮脏 在召唤着他 那里有问题 克莱恩指着分隔客厅和餐厅的内阶台阶 严肃慎重地说道 他在职业者的内部资料里看到过 灵感中若出现类似情况 往往意味着目标位置 隐藏有邪恶的污秽的事物 如果本身没有把握 最好不要尝试触动 否则很容易丢掉生命 有的时候 哪怕仅仅只是看了一眼 都会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 邓恩跟随望了过去 灵感同样很高的他 立刻就发现了不对 侧头看向克莱恩 你占卜一下 探索那里是否会顺利 进古堡之前 队长都没有让我占卜 相当的有信心 这说明 他认为隐藏的事物 可能比怨魂更加危险 克莱恩无声点头 收起左轮 将手杖递给了旁边的弗莱 然后他解下了自己袖口内的黄水晶吊坠 用左手持握住银制链条 并斟酌出适合的占卜语句 瞬息之间 他的眼眸转为深色 四周有无形的微风在打旋 探索古堡的隐藏地点会顺利 探索古堡的隐藏地点会顺利 默念七变之后 克莱恩的眼睛恢复正常 看见黄水晶吊坠 正在做顺时针转动 虽然幅度不大 但他确实是在做顺时针转动 这意味着探索将会顺利 已成为真正占卜家的克莱恩 当即对邓恩和弗莱点了下头 危险在可以解决的范围内 或者没有 邓恩将变异的太阳圣灰 带到左胸 伸手按了下自己的丝绸礼帽 快步走向那街台阶 熟忍地寻找起机关 已将铁手套拾取的弗莱 把手杖还给克莱恩之后 提着左轮 警惕地戒备起四周 似乎在害怕有敌人突然冒出 在职业者这个领域 我还是不够专业 克莱恩打起精神 重新抽出自己的左轮 跟着做起警戒 过了几分钟 半蹲下去的邓恩史密斯 不知暗道时 台阶位置顿时发出 喳喳喳的沉重声音 握着地板裂了开来 露出向下的阶梯 阴冷而肮脏的感觉 充色弥漫 几乎快要凝成实体 邓恩望了一眼 摘掉胸前的封印物 三杠零七八二 直接将它丢进了暗门里 跳跃了几下后 变异的太阳圣灰 不知道在什么位置 停了下来 如果里面有死灵类生物 肯定会把三杠零七八二 捡起来扔回来 那就有意思了 克莱恩凝视着向下的阶梯 耐心等待了起来 第一百九十集 盘旋不去的阴冷与肮脏 很快就像冰雪遇到太阳般化去 温暖与纯净 笼罩住了暗门入口 克莱恩我们两个人下去 弗莱留在原地 防止有别的敌人破坏机关 邓恩经验丰富地做出决定 好的 克莱恩没在窃场 上前两步走到了邓恩身旁 弗莱则轻轻点头 没有放松戒备 邓恩率先沿着阶梯往下 脚步声寂静回荡 他没有准备马灯或者火炬等事物 因为对不免者序列的非凡者来说 黑暗不是阻碍 而是眷顾 在这样的环境里 他们的视线不受影响 下行几步 邓恩忽然回头 我忘记你们有黑暗视觉了 我习惯不准备那些照明的物品 队长 你不用在意 我有灵事 克莱恩发现 自己竟然一点也没有惊讶的感觉 刚才那样帅气的队长 果然不是常态 他的灵事里 前方的黑暗充色着灰蒙 虽然这非常模糊 但已能让他勉强看到阶梯 队长很健康嘛 精神状态也很好 克莱恩小心伸脚 缓步下行 这段楼梯并不长 斜着往下十四五阶后 就触及了地面 封印物三杠零七八二 正躺在这里 散发着温暖 传播着纯净 并照耀出微光 借着这点光芒 克莱恩看得更加清楚了 他环视一圈 发现这是个不算大的地下室 原本的阴凉不见 但潮湿有存 地下室的正中央 摆放着一具黑色的棺材 上面的铁钉 呈暗红之色 棺材的盖子 已被推出一道缝隙 能够看到里面 躺着具白骨 无头的白骨 邓恩先四下看了一眼 踩弯腰拾起 变异的太阳圣灰 队长 这具棺材 它的作用是 防止里面的死者 变成僵尸或者怨魂 克莱恩审视着 黑色棺材上的 那一根根暗红铁钉 审视着它们的排列方式 依靠自己还算不错的 神秘学知识 辨认出那是一种 古老的仪式 预防诗变的仪式 与此同时 它在心里嘀咕道 但是正常情况下 谁会没事就提防着 自己的清倦诗变 嗯 忙忙下葬的人 也不一定就是清倦 将棺材放在地下室 而不是墓穴里 就是怕被人发现 这时 佩戴好封印物 三杠零七八二的 邓恩靠拢棺材 仔细看了一阵道 死者应该是中毒死亡的 那就是 下毒杀害他的人 用仪式魔法 防备他试变报复 这应该是 一千三四百年前的事情了吧 他最后竟然 还是变成了怨魂 这份一年 简直太惊人了 克莱恩也走到棺材前道 他的脑袋呢 那个仪式 并不需要割掉脑袋啊 这怨魂并非一直存在 而是最近才出现 小镇到古堡 只需要步行一刻钟 历代的导弹鬼们 肯定是时常过来 但是这次事件 之前 并没有古堡 出现怨魂的传言 队长 你的意思是 最近有人来到这里 打开棺材 取走了死者的脑袋 那个仪式 放置了死者事变 但是也将他的怨念 锁在了棺材里 变相保存 等到棺材被打开 仪式解除 很快就借助 本身的铁手套 化成了怨魂 那个打开棺材的人 没留下尸体 不是普通人啊 而且 他拿走死者的脑袋 做什么 冤年能存留这么久 除了仪式的原因 应该还有死者本身的缘故 他生前 可能是非凡者 或者属于 至少处在中序列的 非凡者的 两代以内的后裔 我是说以前定义里的 中序列 序列六 或者序列五 而这样的尸体 总是有些特殊的 比如他的脑袋 或许 或许就能在某些仪式 某些场合里 派上用场 我之前说的都是推测 但是有一部分可以验证 我们等一下分头 在小镇里做调查 看有谁小时候来过古堡 并且在这里受了伤 如果他还活着 那就证明 怨魂确实是最近才出现的 真是富有逻辑的思考方式 克莱恩赞了一句 又搜查了地下室一遍 没发现有别的物品 他尝试着用仪式魔法 描绘出曾经进入地下室的 那位客人 但由于相隔至少超过了一个月 且怨魂长期徘徊于此地 影响了环境 没能得到有效的结果 之后他替换服来下来 让这位尸体领域的专家 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过了15分钟 太阳即将消失于地平线上时 邓恩和弗莱沿着阶梯 回到了古堡大厅 前者摸索着关闭暗门 后者简短描述道 确实是中毒死亡 颈部的痕迹 是最近三个月内才出现的 这就是说 有人来过的可能很大 克莱恩思索着点头 接下来三位职业者 抢在天黑前回到拉姆德小镇 在旅馆订了两间客房 拿到封印物3-0782的成员 需要带着这件危险物品 去镇外无人的地方散步 两个小时轮换一次 所以只需要两间客房 简单用过晚餐 克莱恩和邓恩福来 立刻分头前往小镇各处 询问那些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居民 而类似的场景里 警察的证件分外好用 警官 你为什么要询问这件事情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去那座废弃的古堡 受伤 肯定有啊 小孩子怎么可能没有摔倒之类的情况呢 我记得 我被古堡外墙的锋利石头划伤过 一位四十来岁黄发柔软的男子 疑惑地看着克莱恩 老实地回答着问题 这是克莱恩询问的第十四位对象 其中有两位清楚地记得 自己小时候在古堡受过伤 队长的推测是正确的 克莱恩做出判断 收回证件 微笑说道 感谢你的配合 我没有问题了 没拿手仗的他正带离去 那位四十来岁的男子转了下眼珠道 警官 你对那座古堡感兴趣啊 我家有古堡初代男爵的画像 那是我祖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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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 总之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他从古堡里拿走了一幅油画 上面据说是初代拉姆德男爵的肖像 你想要吗 这可是真正的古董啊 如果是真正的古董 你家早就卖掉了 这家伙胆子很大嘛 警察都敢骗 等一下 要不要拔枪吓我他 克莱恩赋肥两句 抱着看看又不花钱的心态道 谁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古董 我相信我的眼光和判断 你把他拿出来让我看看 那位黄发中年男子立刻堆起笑容 返回房屋一阵翻找 过了会儿 他抱着幅油画走了出来 克莱恩漫不经心地扫过油画上的肖像 看见那位戴着顶白色卷曲假发的初代男爵 五官柔和皮肤骨同 眼睛里藏着难以言喻的沧桑 这 好像阿兹克先生啊 克莱恩的眼睛豁然睁大 下意识望向所谓初代男爵的右耳垂 然后 他看见附近有颗不起眼的黑质 这与阿兹克教员黑质的位置一模一样 不会吧 难道阿兹克先生 就是所谓的初代拉姆德男爵 这可是一千四五百年前的人物了 不对 怎么肯定 画像上的人是初代拉姆德男爵 第191集 克莱恩盯着那幅油画 脑海一阵混乱 就像突然发现身边的人全部变成了怪物 或者整个世界只是神灵的一场梦境 他猛地抬起头 盯着面前的黄发中年 伸手从腋下枪袋里取出左轮 这不是骨头 如果你不说清楚情况 我将以诈骗罪逮捕你 起诉你 他才不管起诉是否归属警察 目的只有一个 他眼珠转动 似下张望 似乎想要呼救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见克莱恩调整了转轮和扳机 摆出一副要击毙反抗中的嫌疑犯的模样 他刷的一下挺直腰背 再也不敢到处乱看 你从哪里得到这副油画的 克莱恩内心沉甸甸地问道 黄发中年嘴唇息动 讨好着笑道 警官 这是我爷爷从古堡里找到的 四十多年前 那里的外墙和二楼房间倒塌 出现了一些物品 以前的人没能找到的物品 其中就有这副油画 不不不不 不是这副油画 原本的油画已经很破烂了 根本没办法保存 我爷爷就请人模仿着画了一幅 就是你刚才看到的这一幅 我并没有骗你 四十多年前的油画 确实能算古董了 那你确定 这是初代拉姆德男爵的肖像 克莱恩摩索着扳机 让对方的视线不敢有丝毫移动 我并不确定 但我推测是吧 理由 克莱恩差点被对方的无耻逗笑 因为油画上并没有标注名称啊 黄发中年难得正经的回答 就像我被人叫无赖格瑞 我父亲被称呼为卷发格瑞 而只有我爷爷是真正的格瑞一样 你爷爷呢 在墓园里呢 他埋在那里已经快二十年了 他旁边是我父亲 三年前下葬的 黄发中年非常老实的回答 克莱恩又从别的角度问了一阵后 当着黄发中年的面调整手枪转轮 将他放回了腋下枪带内 收起警官正见 穿着黑色薄风衣的他转过身体 双手插兜地走向旅馆位置 在两侧房屋内透出的微弱灯光里 沉默前行 不确定肖像是否属于初代拉姆德南区 不知道小镇有没有古堡的确切历史记载 但无论怎样 画像上那位先生都肯定是古代人 至少一千年前的古代人 他和阿兹克先生除了发型 几乎一模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转师 当初阿兹克先生放弃贝克兰德大学的职位 来到亭根 或许就有残余本能的趋势 还有别的可能 比如肖像上的那位 就是阿兹克先生 阿兹克先生 就是他 想到这里 克莱恩悚然一惊 险些被前方的台阶绊倒 他在被破坏的煤气路灯之下 来回夺了几步 结合信息大爆炸时代的见识 根据刚才的猜测 做着更进一步的分析 阿兹克先生因为某种原因 变成了不死生物 比如吸血鬼 所以从古代活到了现在 不对 哪有古铜色皮肤的吸血鬼 而且我和阿兹克先生握手的时候 能清晰感觉到他的体温 感觉到他体内有鲜血在流淡 他虽然讨厌南方的炎热 但并不害怕太阳 曾经顶着烈日和别的老师组队赛艇 还有这么一种可能 阿兹克先生的序列魔药或者别的因素 带给了他漫长的生命 而代价就是失去记忆 考虑到他那完全不同的一场场梦境 是否可以假设他的记忆一失是循环的 每隔几十年他就会遗忘过去 获得新生 而那一场场梦境 就是曾经的他所经历的一次次真实人生 我好像看到过类似的小说 要验证这件事情 光靠占卜可不行 必须找到阿兹克先生 那一次次人生存在过的痕迹 没有童年少年 直接从成年开始的痕迹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克莱恩 开始倾向于自己的后一种猜测 但转世的可能暂时也无法排除 他收敛住乱糟糟的念头 认真考虑起是否要将这件事情 通报队长邓恩 如果阿兹克先生 真是活了一千多年的古代非凡者 那他的实力 将比我想象的更加强大 他之前提醒我是善意 当我找到他过去的线索后 他是否还会保持善意 就很难说了 但阿兹克先生一直对我很好 贸然引入职业者 有不小可能会危害到他 去灰雾之上 排除干扰的占卜一次 这才是占卜家最应该做的选择 克莱恩做出决定 加速返回了旅馆 趁邓恩和弗莱还未回来的机会 他花费易苏勒 重新开了一间房 进入房间 克莱恩借助圣叶粉 制造出灵性之强 然后逆走四步 穿透疯狂的异衣 来到挥舞之上 那巍峨宏伟的宫殿安静异地 古老而斑驳的青铜长桌 和二十二张高背椅 没有丝毫的改变 克莱恩做到最上手 让面前浮现出黄褐色羊皮纸 和黑色圆度钢笔 他拿起钢笔认真书写道 应该将阿兹克形成的事情 告诉更能什么意思 紧接着 他解下左边袖口内的黄水晶吊坠 做了一次领摆占卜 这次领摆占卜的答案是 逆时针转动 是不应该告诉 放下黄水晶吊坠 一向从心的克莱恩 想了几秒 决定再换梦境占卜 尝试一下 勿求稳妥 这次 他的占卜语句变成了 在职业者内部 隐瞒阿兹克先生 相关事情的后果 拿着羊皮纸 默念完七遍 克莱恩往后一靠 借助冥想 进入了沉眠 第192集 克莱恩在那虚幻 朦朦朦朦之离的世界里 看见了自己 看见自己正在一片血海里 挣扎着下沉 这个时候 一只手伸了过来 将它从血海中拉起 而这只手掌的主人 正是肤色古铜 耳朵附近有细小黑质的 阿兹克 画面破碎又重组 克莱恩看见自己 置身于了一座 黑暗阴冷的灵寝内 周围的棺材 一句句敞开 阿兹克站在他的身边 凝望着最前方 似乎在寻找什么 就在这时 克莱恩一下退出了梦境 重新看见虚幻 灰白 无银的雾气 刚才梦境的象征意义是 如果我替阿兹克先生 隐瞒相关的事情 那将来 我陷入某次危机的时候 会得到他的帮助 哼 这危机 可能正是因为 帮忙隐瞒才出现的 最后的画面是什么意思 我将和阿兹克先生一起 探索某处灵寝 嗯 灵寝 或许有另外的象征意义 克莱恩双手交叉 抵住下巴 解读着刚才梦境占卜的内容 结合先前领摆法的结果 他已经决定不向队长 汇报自己的猜测 只大概提一句 有位镇民拿出了 据说是初代拉姆德男爵的肖像 这和霍伊大学的历史教员 阿兹克颇为相似 克莱恩无法肯定 邓恩会不会从别的地方 听说这件事情 所以必须交代一下 当然 没有阿兹克的诉说 不知道他那一场场 奇怪的梦境 与对方并不熟悉的邓恩 很难联想到什么 克莱恩甚至怀疑 队长已经不太记得 阿兹克教员的长相了 想到这里 他收敛住想法 打算离开挥舞之上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 那颗安静许久的深红星辰 再次出现微弱的收缩和膨胀 克莱恩颇感兴趣的延伸灵性 从又看见了 之前那位说巨人语的少年 看见他跪在一个 纯净的水晶球前方 这位少年依旧穿着 不同于北大陆各国风格的 黑色紧身衣 容貌模糊而扭曲 只隐约呈现出 棕黄色的头发 他跪在那里 语气异常痛苦地 不断祈求着 克莱恩侧耳倾听 靠着总算入门的巨人语 勉强听懂了对方在说什么 伟大的神灵啊 请重新将目光投向这个被您遗弃的地方 伟大的神灵啊 请让我们这些黑暗之民 摆脑袖 摆脱那宿命的诅咒 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奉献给您 用我的鲜血 取悦你 被遗弃的地方 黑暗之民 伟大的神灵 克莱恩默念着这几个关键词语 忽然想起了道调人提过的一个地方 神器之体 罗斯尔的日记里也曾经提到过 他还派出了船队寻找 但没有收获 克莱恩眼睛微眯 不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 他手指敲着青铜长桌的边缘 三下之后有了决断 伸出右手 触碰向那颗虚幻的深红星辰 那团深红立刻爆发开来 光芒如水流淌 白银之城 停尸大厅 戴里克站在台阶前 双眼发红的看着前方 看着分别躺在两具棺材里的父母 他身前的石板上插着一口银色的简朴之剑 在时不时震得房屋颤抖的雷声里 轻微摇晃着的直剑 棺材内的伯格夫妇还没有真正死去 他们努力睁着双眼 视而微弱 视而剧烈地喘着气 但在某些人眼里 他们的生命光彩 已无法遏制的暗淡 难以逆转的暗淡 戴里克 动手吧 一位身穿黑色长袍 处着坚硬手杖的老者 望向脸庞近乎扭曲的少年 沉声说道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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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黄色头发的戴里克连续摇头 每说一个单词就退开一步 到了最后 更是发出撕扯心脏裂开肺部般的惨叫 你想让全城的人都为你父母殉葬吗 你应该很清楚 我们是被神医器的黑暗之谜 只能生活在这充满诅咒的地方 所有的死者都会变成恐怖的恶灵 不管用什么方法都难以扭转 除了 除了有同样血脉的人 亲手终结他们的生命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白银之城的子民 刚一出生 就注定要师父杀母 戴里克茫然又绝望地摇头问道 那位老者闭了闭眼睛 似乎想起了过往所经历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这就是我们背负的诅咒 这就是神的意志 拔起你的剑戴里克 这是对你父母的尊敬 等你平静下来 你就可以尝试成为神血战士了 棺材里的伯格想要开口 可胸部起伏了几下后 只能发出呵呵呵的声音 戴里克艰难的脉步 回到了银色直剑的旁边 颤抖着伸出了右手 冰凉的触感传入他的大脑 让他一下想起了父亲外出狩猎时 带回来的血冰 仅仅手掌大小的一块 就能让房间凉爽好几天 他的眼前闪过了 教导建树时的严厉父亲 闪过了拍着自己背部灰尘的 和蔼父亲 闪过了缝补着衣物的温柔母亲 闪过了面对变异怪物时 挡在自己身前的勇敢母亲 闪过了一家人围在一起 就着摇曳的烛火 分享食物的画面 他喉咙里发出一声 压抑到几点 低沉到几点的声音 右手猛的用力 拔起了指剑 他埋着头冲向前方 高举起指剑 重重扎了下去 一声痛苦的惨叫里 鲜血溅了出来 溅到了戴里克的脸上 溅到了他的眼睛里 他视线内一片鲜红 拔起指剑 又扎入了旁边那具棺材 风锐的金属穿透了肉体 戴里克松开手 摇摇晃晃站起 他没有去瞧两具棺材内的情况 就像被恶灵追逐着般 跌跌撞撞跑出了停尸大厅 他的双手紧紧握着 他的牙齿狠狠咬着 他脸上的血红 被冲出了淡淡的痕迹 旁观着这一切的老者 叹了口气 第193集 白银之城的大街上 树立着一根根石柱 石柱之上悬挂着灯笼 灯笼里面放着并未燃烧的蜡烛 这里的天空没有太阳 没有月亮 没有星星 只有不变的黑暗 和撕裂着一切的闪电 靠着闪电的照耀 白银之城的子民们 来往于昏暗的道路上 而每天闪电平息的那几个小时 则被他们认为是 传说中的真正夜晚 这个时候 就需要蜡烛来照亮城市 驱散漆黑 警戒怪物了 戴里克双眼发直地 穿行于大街 根本没去想目的地是哪里 但他走着走着 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家门口 掏出钥匙 解开挂锁 推动房门 他看见了熟悉的一切 却没有听到母亲关切的声音 也没有遭遇父亲对他乱跑的责骂 屋子内空荡而冷清 戴里克再次咬紧了牙齿 快步回到自己的房间 再次翻找出那个据父亲说 是一个被毁灭许久的城邦 用来祭祀神灵的水晶球 他跪了下去 面对着那个水晶球 没抱什么希望的祈求了起来 痛苦地祈求了起来 伟大的神灵 请重新将目光投向这个被你遗弃的地方 伟大的神灵 请让我们这些黑暗之谜 摆脱了宿命的诅咒 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你 用我的鲜血 取悦你 一遍又一遍 正当他完全绝望 想要站起时 却看见那纯净的水晶球内 爆发出一团深红的光芒 这光芒像是流水 瞬间就淹没了戴里克 等到他初步恢复知觉 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座 巨大石柱撑起的威俄宫殿里 面前是一张古老而斑驳的青铜长桌 长桌的对面 则坐着位笼罩浓郁灰雾的人影 除此之外 四周虚无 飘渺 空荡 底部则弥漫着 看不见边际的灰白雾气 和一个个不真实的深红光点 戴里克心底 有朵名为希望的火焰被点燃 他茫然又疑惑地 望着高聚前方席位上的人影道 你 您是神灵 问完之后 他豁然想起白银之城 通识书籍里的一句话 连忙低下了脑袋 那句话是 不可直视神 克莱恩向后一靠 双手交叉握住 姿态悠闲而轻松地 用巨人语回答道 我不是神灵 我只是一个 对漫长历史感兴趣的愚者 早就倾扣了 左边牙齿两下的他 发现眼前少年的 以太体深处心灵体表层 颜色斑驳 没有统一 这说明 对方还不是非凡者 愚者 戴里克咀嚼着这个单词 沉默许久 才艰难说道 不管你是神灵还是愚者 我的机球都不会改变 我希望白银之城的所有人 摆脱宿命的诅咒 希望天空中 出现那些书籍里描述的太阳 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希望我的父母能够复活 我 我不是许愿机 克莱恩松开双手 笑笑道 我为什么要帮你 戴里克一下愣住 好半天才到 我会奉献我的灵魂 我会用我的心血取悦你 我对凡人的心血和灵魂 没有兴趣 克莱恩微笑摇头 看着前方少年的情绪 一点点变成绝望的颜色 不等对方再次开口 他悠然说道 但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我是一个喜欢等价交换的愚者 你可以用你能获得的一切 从我这里 从和你相似的其他人那里 得到你想要的是我 注意 必须价值相当 这能让你变得强大 也许有一天 你可以依靠自己 让白银之城摆脱诅咒 让天空重现太阳 依照对方刚才的描述 他有一定把握白银城 就在所谓的神器之地 当然 他暂时还无法百分之一百确定 毕竟按照宗教典籍记载 天空没有太阳的状态 还存在于第一季 混沌纪元 毕竟谁也不知道 除了神器之地 是否还有北大陆诸国 不知道的奇怪地方 代理课静静听着 沉默地低下头 过了一阵才回答道 我想成为太阳 想从你那里 得到他出使序列的魔药配方 序列 魔药 太阳 永恒列阳教会掌握的序列途径 看来确实在同一个世界 而序列这个单词诞生于第一块亵渎石板出世之后 也就是第二季黑暗纪元的尾声 换句话说就是 如果白银城真在神器之地 那表明这片地狱至少是在第二季尾声 才与南北大陆分割 这会不会和第三季的灾变有关 传说里 黑夜女神大地母神战神出世 和风暴之主永恒列阳 知识与智慧之神 一起庇佑人类度过的灾变 克莱恩从对方的话语里 得到了不少信息 不过他听得很辛苦 组织语言更加辛苦 因为巨人语还不是那么熟练 幸运的是 古弗萨克语直接衍生字巨人语 而在这方面 克莱恩勉强算得上专家 所以他在巨人语的掌握上进度飞快 如今不至于露窃 克莱恩保持着姿态不变 语气平淡地回答道 这个交易可以放在接下来 接下来两天 你最好不要出门 尽量不要和其他人待在同一个房间 他不知道白银城的时间单位是什么 更不清楚 这怎么与北大陆鲁温王国的时间换算 只好笼统地表述为明天 等到塔罗聚会之后 再告诉对方 以后就这个时间点 就这个 至于天这个单位 因为巨人语里就有 克莱恩认为 白银城就算没用他来计数 对方也应该懂是什么意思 好的 服从您的吩咐 戴里克低头回答 没有提出异议 克莱恩暗自松了口气 手指轻敲捉圆道 在送你回去之前 让我们先完成刚才的等价交换 我给了你强大的机会 你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说过 我是一位爱好漫长历史的女人 我所取的交换物是 白银之城的历史 你所了解的内心 戴里克想了想 嗓音低沉地回答道 我会如实描述的 从创造一气的主 全知全能的神 一气之变土地开始 白银之城就已经存在 不 在此之前它就存在 只不过还叫做白银之国 第一百九十四集 创造一切的主 全知全能的神 克莱恩往后依靠 保持住高深的姿态 在心里重复着 白银城少年话语里的关键词 对于创造一切的主 他并不陌生 《风暴之书》 《夜之启示录》 和《民俗传说》里的 那位造物主 就有类似的称谓 极光慧等隐秘组织信奉的 真实造物主 也被冠以相同的描述 但全知全能的神 克莱恩还是第一次 在这个世界听说 不管黑夜女神 还是风暴之主 争气与机械之神 都没有声称 自己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如果 如果白银城 真在神器之地 神器之地 真属于这个世界 全知全能的神 或许就是古老年代里 那些生灵 对造物主的尊称 克莱恩若有所思地 望着对面的少年 望着他那悲伤痛苦的 情绪颜色 戴里克感受到 语者的注视 不由自主将脑袋 滴了一点 他回忆着书籍的内容 和父母讲述的传说 缓慢又悲痛地说道 当太阳从天空消失 当云朵被撕出了缝隙 当闪电和雷霆成为主宰 藏在黑暗身处的怪物们 突然出现 他们是那样的恐怖 那样的无法想象 上白银之锅的城市 一个又一个被毁灭 神力的深暗时代来临了 残余的强者 汇聚于白银之城 依靠团结起来的力量 和两件神器的物品 终于抵御住了 黑暗之物的进攻 并逐渐塑清了普通人类 一天路程内的区域 建立起庇佑着人类文明 最后火光的城堡 标准的教科书是说法 克莱恩忍不住在心底 评价了一句 对方的描述 总让他感觉 白银城所在的区域 和北大陆不在一个世界 或许这就是神器之地的特殊 他没有丝毫情绪外露地想到 戴里克缓了口气 继续说道 最初的几十年里 植物无法生长 白银城严重缺乏食物 是能靠猎杀有肉体的黑暗怪物 和某些变异的动物来冲击 人口开始难以遏制地飞快下降 幸运的是 后来找到了黑面草 它能在这种环境下顽强生存 成为了我们可靠 而稳定的事物来源 它被认为是伟大的神明 留下的最后眷顾 让白银城一代又一代地坚持了下来 在深暗时代 坚持了两千五百八十二年 这是历代首席记录下来的时间 其他的白银城子民 则以闪电较多时为白昼 以闪电平息时为黑夜 一个交替为一天 因为这时常混乱 所以我们无法掌握准确的天数 真是奇特的地方 克莱恩庆幸自己 刚才没有想当然地说明天 而是较为含糊地描述为 接下来两天 戴里克简略讲完白银之城 历史上值得铭记的几件事情后 转而说道 在人口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 非凡值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六人议事团开始组织金银小队 去探索黑暗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探索完原本的国土 和附近的城邦 正向着更浓重 更可怕的黑暗深处前进 在那里的边缘 我们发现了不少风格奇特 但却遭遇了毁灭的城市 我们怀疑 这是残存的其他人类建立的庇佑所 但遗憾的是 他们最终依然被黑暗之物吞噬了 他描述的黑暗之物 应该是指藏在黑暗深处的 各式各样的 正常人难以想象的怪物 白银之国曾经处于 巨人王庭的统治之下 所以我们掌握的非凡链条 正是巨人途径 我们又称它为神阙战士途径 我们在杀掉某些怪物时 在探索那些被毁掉的城市时 又获得了一些其他序列的魔药配方 但链条并不完整 有着或多或少的残缺 戴笛克开始介绍白银之城现在的状况 听到这里 克莱恩顿时精神一震 虽然姿态没什么改变 但他明显更加专注了 我最喜欢了解序列魔药相关的事情 巨人王庭 白银城和北方大陆同一个历史 第二季的历史 嗯 杀怪物会掉配方 这是玩游戏吧 不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那些怪物曾经是人类 是非凡者 克莱恩忽然有了点沉重的感觉 戴笛克见语者没有表示 咬了咬牙齿 斟酌着再道 嗯 巨人途径的魔药配方名称依次时 序列九 超凡战士 序列八 角斗士 序列七 武器大师 序列六 灵明骑士 序列五守护者 以及序列四 猎魔者 更高序列的名称 则只有六人仪式团的长老才知道 序列四 猎魔者 这就是高序列魔药配方的名称 这还是我第一次知道 类似的事情 克莱恩因自己总算掌握了 一个高序列强者的称号 而感觉欣慰 但他怀疑这是古代的名称 与北大陆目前的描述有区别 就像风暴牧师与航海家的不同一样 嗯 超凡战士 决斗士 武器大师 有点耳熟啊 哦对了 战神教会掌握的完整序列 和这个很像 序列九战士 序列八 格斗家 序列七 武器大师 因保密权限的问题 克莱恩只知道 战神教会完整序列的 前面三个配方的名称 但这不妨碍他将两者等同 从核心意思来看 基本一致 战神教会掌握的完整序列 原来是所谓的巨人途径 这位据说在第三季 也就是灾变机缘才出现的神灵 继承了巨人王庭的遗战 或者 他本身就是一位远古巨人 克莱恩一边做着分析和判断 一边保持着目光的淡然 戴里克又介绍道 渡过最初的艰难以后 白银城一直由六人议事团统治 在里面处于最高位的长老 被尊称为首席 其余五位则部分高低 当前的六人议事团 由三位裂魔者 两位最有潜力的守护者 和一位牧羊人组成 擦 白银之城有三位高序列强者 半神半人的强者 这丹铃出来一个都能灭掉塔罗会几百次了 克莱恩听的一阵心虚 他还没试过在高序列强者眼皮底下拉人 不过考虑到对面的少年还只是普通人 连序列酒都不是 很长时间内肯定不会受到高位者的关注 他又放下了心 牧羊人 这是另外序列里的 不完整的那些序列 听起来和极光会的风格很像啊 那位 那位我忘记名字的极光会成员 写给Z先生的信里 就一直在提主的羔羊 克莱恩维持住悠闲的姿态 壮似随意地开口问道 牧羊人 嗯 是的 这是我们从那些被黑暗植物毁灭的城市里 找到的序列途径 直到序列五牧羊人 但 但洛威亚长老非常强大 非常诡异 非常可怕 据说曾经对抗过高序列水质的恶灵 且没有受伤 所以在六人仪式团席位出现空缺之后 他破例成为了长老 带里克 带里克 引有些恐惧地回答 克莱恩想了想 微笑问道 牧羊人的前置序列是什么 我对此感觉熟悉 你知道的 历史里的称呼和现代的名称 总会有胡同 在白银之城 魔药的名称从未改变 带里克本能反驳了一句 接着低下头道 是序列九 密其人 果然 克莱恩因自己的猜想得到了证实而满意 这就是极光会的序列九名称 序列八 尔虞者 序列七 隐修士 序列六 强威教士 序列五 牧羊人 带里克将自己知道的情况 原原本本讲述了出来 科莱恩心情不错地示意戴里克继续 戴里克又大致描述了白银之城的现状 最后忍不住提到 我们承受着宿命的诅咒 不管普通人还是非凡者 死后都会变为恶灵 只是非凡者化成的恶灵 更诡异 更恐怖 更难对付 历史上 这个诅咒好几次让白银之城 差点毁灭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 由同样血脉的人 亲手终结降死者的生命 真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希望你能强大起来 找到让白银城子民摆脱诅咒的办法 空架子的愚者克莱恩只能给对方灌不要钱的鸡汤 所以 我想成为太阳 成为太阳 在还有太阳昭示大地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遭遇什么诅咒 你会有机会的 记住 接下来两天 我会随时在此将你拉入这里 你尽量避免和其他人待在一起 好的 在此之前 你需要确定你的代号 克莱恩笑着指向青铜长桌的表面 那里具现出一副塔罗牌 他相信 对方肯定没有接触过这种事物 于是略略介绍道 选取一张牌做你的代号 愚者 正义和道调人除外 戴里克上前两步翻了翻塔罗纸牌 几乎没什么犹豫地说道 太阳 我选太阳 记住你的选择 他将伴随你一身 他将手一伸 非常有自制力地中断了联系 然后看着深红的光芒缩回 看着对面的少年化作虚影 点点消散 眼前深红消散 戴里克伯格再次看见了自己的卧室 看见了那个纯净的水晶球 水晶球从内至外地碎裂了 或化成一片片虚幻的光芒 飞入周围的虚空里 或噼里啪啦落了一地 点点结实晶莹 戴里克呆愣沉默地望着这一幕 从旁边铜镜的倒映里 发现自己脸上的血痕斑驳错落 发现右掌的背面 有深红的光芒内旋 凝出了一个放射着根根线条的圆形 这奇怪的符号 转眼就钻入了他的手背 彻底消失不见 戴里克正了十几道闪电 照亮天空的时间 终于从梦境一般的迷茫里 清醒了过来 他望了望地上的水晶球碎片 又瞧了瞧自己的右手手背 目光逐渐变得深沉 走出卧室回到客厅 戴里克打开大门 抬头看向白银之城上方的那片天空 一道闪电划过 万物蒙上了银灰 紧接着 滚滚的雷声里 世界归于了黑暗 没有一点光芒的黑暗 深沉凝重到让人绝望的黑暗 戴里克的双手握成了拳头 眼中看不见喜悦 依旧残留着悲伤和痛苦 但他已不再茫然 又忽悠到了一个成员 刚消化完占卜家模样 而太阳口中 看不见一点希望的白银之城 至少拥有三位序列丝的高品阶强者 再铺垫一次 就可以向队长说明情况 提出特别深情 一旦成为小丑 我至少不再只是服务 克莱恩没有停留 延伸出灵性 包裹住自身 往下急坠 穿透灰雾 闯过异雨 他回到了房间 解除了灵性之墙 接着 克莱恩拿起钥匙 拉门而出 先去邓恩定的两个房间看了看 确认队长和弗莱还没有回来 然后走到一楼 将钥匙推给了老板 老板瞄了眼侧面的臂中 对他竖起了拇指 呦 看得不错呀 你以为我开个重点房是做什么 克莱恩张嘴想要解释 可最终还是决定 让对方继续误会 他颇感委屈地自我安慰道 这样他就不会长舌头地 在队长面前 提到我另开了一间房间的事情 又出去故作姿态地转了一圈后 克莱恩做了个快速占卜 根据结果返回旅馆 直奔二楼 意料之中地看见 邓恩和弗莱正在其中一个房间内 交流着刚才的调查情况 嗯 可以确认 怨火是最近两三个月才出现的 邓恩看了眼开门进来的克莱恩 点头给出了结论 克莱恩立刻附和道 我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有位叫无赖格瑞的阵民 还声称自己家里 拥有初代拉姆德南爵的肖像 说那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代油画 你不会花钱买下了它吧 邓恩灰谋闪烁 正了一下 直接反问道 队长 您以为我是那么容易被骗得蠢货吗 没有 并没有 虽然我只是一个历史系的学生 但也听过一些考古系的课 在这方面拥有一定的经验 能初步鉴别真假 那幅油画上的人 很像我的历史教员阿兹克先生 他用随口一提的不在意态度 讲出了最关键的事情 邓恩果然没有关注这一点 揉了揉眉脚道 这种又古代遗迹的小镇 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古董 我刚才就遇见了 贩卖拉姆德南爵 银制酒杯的证明 弗莱附和道 有人向我兜售拉姆德家族的回证 说是从古堡里挖出来的 克莱恩下意识就问了一句 你没买吧 弗莱看着他 他看着弗莱 双方再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接下来的任务是 已恢复过来的你或者弗莱 拿着封印物三杠零七八二 去镇外没有人的地方 否则大半个旅店的人 都要变成只知道赞美太阳的白痴了 是你先还是弗莱 邓恩灰眸幽碎地望着克莱恩道 我 现在还不算迟 我回来可以睡个好觉 睡了两小时轮换一次吧 嗯 是的 弗莱 你和克莱恩一起过去 确认下交接的地点 邓恩侧头看向收尸人弗莱 分开调查的中途 他已找机会将封印物三杠零七八二 交给了弗莱 否则他早就被净化了身心 开始赞美太阳 而弗莱由于恢复时间不够 目前只能再支撑三小时 好的 弗莱从黑色薄风衣的内侧 取下那枚变异的太阳圣灰 伸手递给了克莱恩 克莱恩相当好奇 很感兴趣的结果 只觉徽章的金属触感温润 内部像是有热水在流淌 那温暖和煦的光芒仿佛涟漪 一层一层的往外蔓延 带来纯净的味道 与此同时 克莱恩知觉 这枚有太阳符号的暗金色圣灰 在不断地冲刷着自己的灵性 除去杂志留下纯粹 果然 封印物都有非常坑的一面 稍不留神就会死人 或者比死了更悲惨 他暗自嘀咕一句 将封印物三杠零七八二 带到了一物内侧 确认好左轮 符咒和手杖的状态后 他与弗莱结伴 走出房间 离开旅馆 直奔拉姆德小镇的外面 第196集 西书尔冷清的树林里 两人绕了一圈 确认周围几十米内都没有活人 如果有谁靠近 就将他赶走 福莱冰冷阴沉地提醒了一句 两个小时以后 我来接替你 没有问题 克莱恩微笑回答 目送福来走入小镇 他找到刚才瞧好的半高石头 摘下旁边的树叶 擦了擦表面 然后他用手指触碰了一下石头顶部 就着飞红的月光 观察了指头几眼 确认无误 克莱恩撩起黑色的薄风衣 一屁股坐了下去 他心里默默补充道 能坐着就不要站着 平静了几分钟 他望了望昏暗寂静 忧生可怕的小树林 忍不住站起身 从衣物内侧的一个个暗袋里 掏出了不同的金属小瓶 绕着石头 撒了一圈草药粉末和精油纯露 紧接着克莱恩用赫密斯语 送念出一段皱纹 借助材料 喷勃灵性 密封了自身所在的区域 他这个简单一事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不依赖占卜家对危险的预感 防备由死尸和鬼魂偷袭自己 二是 二是 驱散蚊虫 比花露水的效果好一百倍 克莱恩满意的重新坐下 无聊地待坐了几分钟 他颇为好奇地取下封印物 三杠零七八二 仔细审视起这枚变异的太阳圣灰 不知道 能不能占卜出来它的来历 和特殊的远动 忽然 克莱恩闪过了一个有趣的想法 于是拿出随身携带的纸张和吸水钢笔 书写下占卜一句 我手中变异太阳圣灰的来源 作为一名合格的真正的占卜家 克莱恩早就被随时随地占卜 做足了准备 默念占卜语句七遍 他闭上双眼 进入冥想状态 以此为跳板 开始了自身的梦境 梦境里 他只看见了一片纯粹的光芒 除此之外 再没有别的收获 哼 教会以前肯定找别的占卜家试过 资料上没有来 那就说明 会获得有效的结果 就像我刚才一样 不知道排除掉干扰会有什么结果 这个想法刚一浮现 立刻就占据了他的大脑 让他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 犹豫了十几分钟之后 他见夜色宁静 四下无人 自己又在小树林的隐蔽处 不会被路过者看到 于是站了起来 在灵性之墙内逆走四步 再次进入灰雾之上 威俄雄伟的宫殿里 克兰恩坐在古老长桌的最上手 让面前具现出黄褐色的羊皮纸 黑色的原副钢笔和那枚变异的太阳圣灰 他拿起封印雾三杠零七八二 颠了颠 只觉形状和触感都与外界一样 克兰恩嘀咕一句 重新写下了之前的占卜语句 我手中变异太阳圣灰的来源 默念完七遍 他拿着羊皮纸和封印雾三杠零七八二 往后依靠 进入了梦境 灰蒙蒙的虚幻世界里 克兰恩看见了一滴金色的温暖的光明的液体 他漂浮于祭台之上 面前立着一位穿白色古典长袍的男子 这男子只有背影 失去了所有的生命气息 他缓缓倒下 倒向了祭台 这个时候 他握着的太阳圣灰触碰到了那滴金色的液体 后者迅速渗透了进去 克兰恩看到这里 梦境飞快淡去 苏醒了过来 原来是因为融合了那滴金色液体 这枚圣灰残能一直有效 无法被控制 至少他被发现到如今 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净化的能力始终没有衰退 不知道 那滴金色液体究竟是什么 某种高品节的非凡材料 克兰恩把玩着手中巨线的风印物 三缸零七八二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考虑了几分钟 他尝试着根据梦中的感受 让巨线的变异太阳圣灰 反向分离出金色液体 想到就已呈现出来 克兰恩震惊又恶然地看着面前 不再那么温暖与纯净的徽章 看着那滴静静漂浮的金色液体 对灰物之上的神秘空间 有了更高的评价 这足以称得上神奇了 哪怕只是分离具现出来的虚幻物品 这滴金色液体的来源 他相当兴奋地写下了新的占卜语句 液体的来源 默念七遍占卜语句后 克兰恩拿着羊皮纸 握住虚拟的金色液体 往后靠向了椅背 他不知道 依靠这纯粹凭借感觉 分离具现出来的物品 是否可以进行占卜 只能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没过几秒 克兰恩眼眸转身 游鹤变黑 进入了冥想状态 他的眼皮垂了下来 看见了虚幻而朦胧的梦境 那片灰蒙蒙且呈现支离破碎模样的世界里 突然跃出了一轮金色的耀眼的太阳 一道低沉的哼声隔着无数的虚空传来 纯粹明镜的光芒瞬间点燃了一切 金色而灼热的火焰疯狂席卷往外 克兰恩一下脱离了梦境 浑身颤抖着翻轨向侧方 身体已燃变成了火炬 正熊熊燃烧 此时此刻 他的思绪完全狂乱 没有一个正常念头浮现 挥舞之上的神秘空间出现剧烈的摇晃 威鹅宏伟的宫殿一寸寸坍塌 古老而斑驳的青铜长桌被砸出了坑洞 砸成了几段 这可怕的变化只维持了三秒钟 挥舞之上又恢复了寂静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克兰恩身上的金色火焰也逐渐熄灭 他表面焦黑地翻滚着 惨叫着 直到思考的能力初步回归 他撑住高背椅的扶手艰难站了起来 对刚才的遭遇又惊恐又茫然 在此之前 他完全没想过 仅仅一字占卜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第197集 他喘了几口气 抬头环顾四周 发现亘古不变般的巍峨宫殿和古老长桌都遭遇了破坏 这对从来没什么异常的挥舞之上来说 简直是前所未有的伤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的占卜 是不是指向了某位不可思议的存在 克兰恩稍微恢复了一点 边让身上的焦黑脱落 边对事情做着猜想 要不是有挥舞之上这笔神秘空间挡着 我恐怕已经连灰都不剩下了 难道 内地金色液体是神仙 我刚才看见了永恒烈阳 或者 他灰下的强大天使 不 那是一轮太阳 我感觉更像是前者 我去 难道我直视了神灵 克兰恩越想越是后怕 觉得自己险些就彻底交代了 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不错死就不会死 以后不能什么东西都拿来占卜一下了 谁知道会看见什么 再来一次的话 我真不知道这片神秘空间 还能不能帮我挡住最致命的伤害 到时候就死透了 如果继续用金色液体尝试 肯定是不行的 刚才那疑似永恒立阳的存在 也是受了挥舞之上 占卜隐秘 诡异和突然的影响 没来得及做出更多反应 如果他有了准备 这片神秘空间 恐怕真挡不住 想到这里 克莱恩的身影恢复了正常 不再焦黑 但相比之前 暗淡虚幻了几分 他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给出了恢复宫殿和长桌的想法 那巨人居所般的宫殿和青铜铸铸铸铸的长桌瞬间复原 一切又回到了之前的样子 克莱恩坐了下来 靠住椅背 自嘲一笑道 这也不完全是坏事 至少我弄清楚了这片神秘空间的极限大致在哪 有了确定的目标 得接近神灵的天使 才能完全撬动挥舞之上的力量 我的占卜家守则 必须再添加一条内容 不得随意占卜 可能设计高位格生物的事情 嗯 也不要乱开零食 如果直射了什么不该直射的东西 或许当场就给摸味 在外界可没有这片神秘空间 为我抵辑绝大部分不好的影响 又缓了几秒 克莱恩的表情突然变得古怪 因为他的脑海里 在回荡着一些知识 对 知识 刚才与那位疑似永恒猎羊的存在 接触的短短瞬间 克莱恩是一直处于占卜状态的 所以本能地从对方身上 占卜出了一些事情和知识 他赶紧用梦境占卜的技巧 回忆和整理了 不在最初目的内的收获 拿起具现出来的黑色原副钢笔 一条一条写道 一 不可知识神 二 纯白天使 三 日延佛咒的制作技巧 这是相对比较高级的太阳领域符咒 效果 能持续一年才衰竭 可以不用举行仪式向永恒立扬祈求 而是用风印物3-0782代替 从这枚变异的太阳声会内窃取力量 四 对风暴之处 知识与智慧之神 非常敌视 五 歌颂者魔药培方 主材料 结尖太阳花一朵 或者一只成年火神鸟的维宇 或者纵火鸟的维宇 海摇之石一块 或者歌唱魁翼的 补助材料 种下草一根 七月九枝叶五滴 心灵暗夜一片 六 齐光人魔药培方 主材料 光辉时一块 或者赤白之魂的粉末 或者 性慧的血液 或者荣江巨怪之心 辅助材料 金边太阳花一朵 父子枝叶三滴 七 光之祭司魔药培方 缺主材料 辅助材料有 迷迭香五颗 金手柑枝叶七滴 盐水 八 无按照魔药培方 主材料 可用变异太阳生活内 提取的金色神鞋 另外 还能使用成年太阳神鸟的 三根鲑鱼 和神圣光辉时一块代替 辅助材料缺 写完以上八条 克莱恩忍不住 敲起了青铜长桌边缘 这收获比他想象的要多不少 对他而言 能在刚才那次 貌似鲁莽的占卜里 存活下来 就已经很满足了 谁知道 还有这额外的生存奖励 从职业者内部的资料里 他知道 永恒列阳教会 掌握的序列途径 叫做太阳 而序列九 正是歌颂者 一个以歌声 为自己和同伴 带来勇气和力量 带来虔诚和服从的职业 他们的口号是 让我们赞美太阳吧 对应的序列八 是奇光人 能施展一些 太阳领域内的 法术和仪式 非常克制死尸和鬼魂 序列七 则叫做太阳神功 在本领域内的 法术和祭祀能力 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也就是说 我获得了太阳 途径序列九 和序列八 的完整魔药配方 与以前那些不同 这一次的魔药配方 还列出了可替代品 和不同时期的材料名称 不愧是直接 从永恒列阳那里 占卜到的配方 克莱恩欣慰地想到 对于白银之城 那位少年的请求 他原本的打算 是看到调人 能否解决 毕竟风暴之主教会 和永恒列阳教会 同为最古老的正统教派 时而合作 时而对抗地 过了几千上万年不止 在前者内部 收藏有太阳途径的 起始序列 简直再正常不过 到调人之前 或许不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没申请调阅过相应的资料 但以他很可能是 序列七航海峡的身份 真要去获取 还是比较简单的 不过 现在不需要他了 我自己就能解决了 以一种匪夷所思 又极端危险的方式解决 正义小姐 道调人先生 太阳同学 你们的愚者 差点就变成交尸了 克莱恩 还有点后怕地 在心里吐槽着 他又低头审视了 羊皮纸上的记录 思考起另外的配方 光之祭司 难道是太阳神官的古称 不对 职业者的内部资料 根本没这么提过 而且我占卜到的内容 也没有标注 这是序列六 还是序列五 序列四五暗者 这是我收获的第一份 高序列配方 可惜啊 学辅助材料的名称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补漆 那滴金色液体 果然是神仙 封印物三缸零七八二 恐怕比所有人想象的 都要强大 在我看来 它足够成为一级封印物 应该是以前的职业者 只验证了这件物品 没有活着的特性 对周围人类的危害有多大 控制影响的难度有多高 是否可以对付死尸和鬼魂 没有也缺乏办法 弄清楚那种特殊的源头 这枚变异的太阳盛灰 恐怕都能对付恶灵了 当初的验证人员 怎么可能轻轻松松 找到恶灵来实验 作为一个合格的职业者 我没办法成为 封印物三缸零七八二的主人 但可以找机会 制作日盐服装 窃取她的力量 唉 这次是不可能了 我根本没准备相应的材料 我一个黑夜女神的职业者 怎么可能随身携带 太阳领域的材料 克莱恩遗憾地揉了下鹅角 见灰雾之上再没有别的动静 终于放下了心 确认永恒烈阳 没有顺藤摸瓜地找到这里 不可知识神 不可知识高位格圣物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永恒烈阳对风暴之处 知识与智慧之神的敌势 简直强烈到了极点 为什么呢 纯白天使 是什么玩意儿 第198集 思绪分城间 克莱恩感觉到了脑袋的空乏和疼痛 而且他认为时间已经过去许久 必须尽快返回外界 免得被谁发现一城 之前他以为 也就是在这片神秘空间 占卜两三次 不到一分钟的事情 而且有灵性之强间隔 一旦被触动 在挥舞之上的自身 立刻就会有感应 所以觉得非常安全 没去考虑太多意外因素 结果 险些作死成功 耽搁了不少时间 因为害怕出去之后 迎面就是一道净化之光 或者发现变异的太阳圣灰被损毁 他提起了一颗心 让灵性包裹住自身 往下急坠 飞红色的月光映入眼帘 黑暗深沉地隐藏于内 克莱恩重又看见了稀疏的树林 看见了前方的杂草 看见了掌中完好无损的封印物 三杠零七八二 提心吊胆了几秒钟 他终于相信自己安全了 克莱恩吐了口气 有种在死亡边缘疯狂试探后的 深切疲惫 疲惫的克莱恩解除了 蜜蜂的灵性之强 让夜晚的凉风带着草木的味道 吹在了他的脸上 吹得他清醒了几分 他摩索着掌中 温润古典的封印物 三杠零七八二 在内心由衷地感叹了一句 谁能想到这枚徽章里 居然融合了一地神血 估计永恒利昂交合的强者们 曾经寻找过 但没有找到 活动了下脖子 克莱恩不敢再尝试别的想法 将变异的太阳圣灰 带到了薄风衣的内侧 他顺着链条 掏出有织腕花纹的银白怀表 啪的按开 看了一眼 发现距离收尸人福来来换班 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的眼皮需要两根火柴来支撑 这就是作死的后遗症啊 克莱恩没有办法 只好从一格格的小暗袋里 取出了一个金属小瓶 拔掉筛子 凑到鼻端 薄荷和消毒水混杂在一块的 呛人味道迅速钻入了他的鼻子 刺激的他 利利搁的浮现 精神为之一震 瞬间遗忘了困意 这是他从收尸人福来那里学到的配方 叫做克拉格之油 能帮助人对抗腐烂等恶臭味道 兼具提神醒脑的效果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 克莱恩分外煎熬 时不时站起来溜达一圈 好几次被树林里的蚊虫叮咬吸血 终于他看见高鼻薄唇 黑发蓝毛的弗莱 穿着薄风衣 拿着手杖走出了小镇 虽然对方还是一副冰冷阴沉 如同活尸的模样 但克莱恩就像见到了救世主 一边无嘴打了个哈欠 打得眼泪满框 一边迎了上去 从衣物内侧取下封印物 三杠零七八二 发生了什么事情 弗莱望着队友苍白难看的脸色 主动询问了一句 克莱恩叹了口气道 我昨晚才指手了查尼斯门 今天上午又睡得不太好 所以现在非常困 他没有多提这件事情 岔开话提道 我是四个小时后来轮换 七个小时 队长半夜不需要睡觉 弗莱接过了变异的太阳圣灰 修仙让人快乐 克莱恩无声诋毁了队长一句 告别弗莱走向小镇 沿着街道靠近旅馆的途中 他随手又拿出怀表 看了下时间 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快十分钟 真是一个温暖的人呢 克莱恩笑了笑 加快速度 回到旅馆 推开了半眼的大门 在老板审视的目光里走上二楼 进入属于他的房间 锁好门 脱掉外套和鞋子 还没有清洗自己 直接倒了下去 倒在了床上 也就十几秒钟的功夫 他的鼻息先是变重 接着悠长而平稳 睡梦之中 克莱恩回到了地球 面前是他还没有玩到通关的游戏 左边摆放着冰镇可乐和香辣鸡翅 右侧是苦笋肉片汤和米饭 他一直不吃苦笋 但非常喜欢用它做材料 加肉片煮成了汤 那汤清爽开胃里 又有点油脂的勾人香味 用来泡饭相当完美 再配上一碟好的蘸料 他能比平常多吃整整一晚饭 就在克莱恩准备好好享用夜宵 再疯狂玩下游戏的时候 他梦中的场景一下变化 重新呈现为 水仙花街二号的内部格局 克莱恩忽然警觉 清醒地知道自己正在梦中 他看见自己坐在餐桌侧方的位置 手里拿着一份听根日报 面前放着番茄牛尾汤 煎小羊排土豆泥和燕麦面包等食物 他下意识转头望向大门位置 猛地看见客厅对应的秃度窗外 立着道人影 正静静凝望着房屋里面的人影 克莱恩吓了一跳 旋即认出那是灰眸幽碎的邓恩 他半张脸贴住窗户 无声地看着里面的人 队长 不要在梦里吓人好不好 这就是你扮演梦魇的方式 克莱恩好气又好笑地想着 拿出汤勺 捞了块牛肉放入口中 是我的收影 他暗自感叹一句 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在梦里清醒 为什么地球的场景会瞬间消失 当有人入侵他的梦境时 他就会自然警觉 就在这时 邓恩离开突渡窗位置 直接推开了莫雷蒂家的大门 披着黑色风衣 安静地走到了克莱恩的对面 他摘掉帽子 轻轻汗手坐了下来 半点也不客气地拿起刀叉和条羹 用极快的速度将桌上的番茄牛尾汤 煎小羊排 土豆泥和燕麦面包等食物 吃了个干干净净 克莱恩呆呆愣愣地看着 弄不清楚队长究竟想做什么 邓恩满足地吐了口气 对克莱恩竖了下拇指 然后拿出烟斗和火柴 陶醉地来了一口 吐出烟云 他站起身 拿上帽子 老派但稳重地行了一礼 外部离开了莫雷蒂家 离开了这片梦境 克莱恩望着队长的背影 好半天都没能回过神来 他低头看了看空调的盘子 下意识想要再现刚才的食物 但是 这一次 不管番茄牛尾汤 还是煎小羊排 土豆泥 都没能继续出现于他的梦中 被彻底吞食了 这就是梦魇的能力 克莱恩嘴角抽动了一下 无奈地想到 所以 队长的目的就是 让我在梦里都吃不到夜宵 这还真是噩梦啊 哼 这梦魇扮演得真有创意 他失笑一声 退出梦境 重新再睡 第二天凌晨五点半 不得不早起的克莱恩 喝了咖啡 吃了吐司和培根 匆匆往往前往小镇外 替换了邓恩 七点 他们准时启程 往亭根市区返回 不到十点 他们抵达了佐特兰街36号 有精神斗塞的 走到邓恩 将封印物3-0782 放回查尼斯门后 弗莱则坐到机械打字机前 在文职人员还没到位的情况下 亲自书写昨天的任务报告 和相应消耗的报销申请 克莱恩旁观了一阵 满意地看见 自己用掉的所有材料 都被列入了清单 这包括他用来驱蚊驱虫的部分 他没有立刻回家 因为已经用写暗号信的方式 约好封人院的达斯特医生 在下午1点 在预定的场所见面 接着还有三点的塔罗聚会 我一个隐秘组织的boss 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 克莱恩无声自语 在职业者休息室里躺了两个小时 补了下棉 对于昨晚获得的那些知识和事情 他并不担心遗忘 这可以用占卜的方法回忆起来 他害怕的是 自己忽略了这些知识和事情的存在 连占卜他们的想法都失去 所以他在睡前 又于脑海内将种种细节过了一遍 以加深印象 这也是克莱恩每周坚持写总结 梳理各种情况的原因 用过午餐 他掏出怀表看了一眼 戴上帽子离开黑经纪安保公司 来到位于佐特兰街3号的射击俱乐部 推开大门 进入招待厅 克莱恩没有直接去属于职业者的那个靶场 而是在大厅找了位置坐下 双手交握住黑色手杖耐心的等待 他与达斯特约定的见面地点 就在这家佐特兰街射击俱乐部 而他们约定的方式是写信 当克莱恩需要见面的时候 他会以患者家属的身份 写信给达斯特古德里安医生 询问一种叫做人格分裂的特殊疾病 在信里克莱恩会用各种方式提到观众这个词汇 以此配合隐蔽位置的默点来确认自己的身份 而信里不经意写到的时间点 就是见面的时间点 至于见面的场所 在他们第一次的商坛里就已经定好了 如果克莱恩觉得该换个地方了 会在面坛里交代的 当达斯特古德里安想要见面 但并不急迫的时候 可以把信寄给猎犬酒馆 或者这家设计俱乐部 收信人是霍纳奇斯先生 等待克莱恩定时取走 如果他有紧急情况 那必须直接将信交给猎犬酒馆的老板莱特 而且得提上一句寻找佣兵 这样一来 作为职业者外围成员的莱特 会立刻把信送到黑经济安保公司 等待了一阵 一点还差两分钟的时候 克莱恩看见气质相当斯文的达斯特 走进了射击俱乐部的大厅 他戴着黑色的丝绸礼帽 穿着和身的燕尾服 手中拿着一根香吟的手杖 脸上架着一副金边的框架眼镜 达斯特不引人注意地环顾了半圈 看见了微微点头的克莱恩 于是收回目光走向前台 熟练地申请靶场 租用枪支 他已经来过这里一次 小星靶场七号 每小时三苏勒 左轮手枪租赁费用呢 是每小时一苏勒六便是 含六发子弹 负责接待的女郎迅速弄好了这件事情 等到达斯特确认时间为一小时 并交了石苏勒的费用后 他领到了左轮手枪与额外的子弹 在服务生的引领下进入相应靶场 克莱恩又等待了五分钟 才慢悠悠悠起身 提着手杖来到小星靶场七号的外面 敲响了大门 房门裂开了一道缝隙 达斯特先是警惕地探头左右望了一眼 然后才让开了位置 克莱恩立刻闪身进去 反锁住大门 下午好 达斯特先生 他边说边取出石苏勒的纸币 递给了对方 我们不会让外围成员负担见面费用的 因为我可以报销 他默默补了一句 达斯特没有推辞 收下了现金 接着沉声问道 莫雷蒂警官 你这次找我见面 是为了什么事情 克莱恩当然不可能一开始 就提独心者配方的事情 但他也没有掩饰自己另怀想法 毕竟对面是位观众 不那么容易糊弄 胡德欧跟最近 有表现异常的地方 他先问起了 将达斯特古德里安 发展为心理炼金会成员的 那位疯人院病患 达斯特审视着克莱恩的眼神 表情和动作 想了下道 没有 他和以往一样 坦白地讲 我认为他如果想离开疯人院 可以立刻表现得很健康很正常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他依然待在里面 似乎想尝试着 医治好每一位病人 那些或混乱或狂暴 或思维异常的家伙们 有得到一点好转 也许 也许胡德欧跟在用这种方式 锻炼他的非凡能力 观众对应的序列期心理医生 也许更高 从胡德欧跟不是担任疯人院医生 而是化身病患潜入 说明他并没有真正掌握扮演法 应该就像达斯特猜测的那样 他才锻炼自身的非凡能力 而这种锻炼接近般严反 在某种程度上 能够缓解魔药的负面影响 于是胡德欧跟 就干脆以封人院为家了 克莱恩 稀少的时代里 不管在哪个隐秘组织 序列期都至少算得上中层 足以知道某些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能有效帮助成员 对抗失控的那种 也是 心理炼金会是最近两三百年 甚至更迟才成立的隐秘组织 没掌握 或者说没总结出扮演法 很正常 目前唯一明确提出过这种办法的 只有密修会 而这是历史超过一千五百年 能追溯到上个纪元的古老组织 女神教会 可是比密修会还要古老啊 光是夜之启示录 圣者书信部分 明确记载的历史 都快三千年了 这还没算上前面的神话传说 这样一个教会 为什么没能发现扮演法 这么漫长的历史里 这么庞大的组织中 总会有想法独特的成员 无意识 或者抱着试验心态的 尝试各种可能 就像通灵者戴笠那样 他们也许没能明确地 提出扮演法 但已是从魔药的名称触发 触及了正确的道路 并通过良好的反馈 渐渐摸索出了一些东西 如此一代代累积 一个个粒子对放 除非高层都是一群卷毛沸沸 否则 不可能总结不出扮演法呀 克莱恩思绪发散地做出联想 整个人突得悚然一惊 在不懂得扮演法的其他职业者眼里 类似通灵者戴笠的人都是天才 是一般成员无法仿效的存在 所以不会有人去怀疑戴笠他们的经验 为什么难以移植到自身 可是于掌握了扮演法的人心中 这就非常古怪了 克莱恩相信黑夜女神教会的漫长历史里 同灵者戴笠绝对不是第一个 用类似扮演的方法 快速消化掉低序列魔药的成员 他甚至可能排不进前十 前五十 这从概率上讲不通啊 除非戴笠不是自己领悟的扮演法 有着别人的指点 那就可以说明 黑夜女神教会总结不出扮演法 是因为旧有路径的缘故 所有的成员都遵循着过往的意志 相信着前辈们的经验 不敢有丝毫叛逆 毕竟一叛逆就往往意味着失控 除了这个解释 还有另外的可能 教会高层因为某些问题 隐瞒了扮演法 我得翻一下对应的资料 找一找 属于女神教会的非凡者 快速消化掉魔药的势力 以及弄清楚他们后来的结局 克莱恩凝重地思考着 达斯特看着他的脸色 等待了一两分钟 疑惑问道 警官 胡德欧跟的表现有问题吗 暂时没有 我只是联想到了别的事情 克莱恩微笑回答 将一律先抛到了一边 他转而问道 心理炼精会 最近有什么行动吗 没有 除了一次交换物品和经验的 安火瓦军小聚会 达斯特为做隐瞒的回答 克莱恩轻轻点头道 那你本身的情况怎么样了 不是太好 依然经常听见一些异语 出现一些幻觉 如果我不是精神科的医生 我甚至会认为 我出现了类似方面的疾病 说着说着 他的脸色多了几分沉重 我按照胡德欧跟和你的叮嘱 不去在意那些幻觉和抑郁 这让我舒服了许多 但他们还是影响了我的睡眠 让我变得暴躁 变得易怒 变得不像是自己 就仿佛体内 才成长出一个全新的我 或者可以描述为新的人格 对此 我很担忧 也很害怕 或许有一天 我会突然失控 和我预料的一样 甚至不需要占卜 就能预料到 克莱恩早有准备地笑笑道 你不需要担心 你现在已经是 职业者的外围成员 有属于你的福利 而作为一个古老的组织 我们掌握了不少 避免失控的办法 当然 这不一定百分之百有效 但绝对能帮助到你 另外 我私人还愿意和你分享我的经验 你要知道 你面前站着的这位先生 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完全摆脱了幻觉和异域 让他们不再出现 你应该从胡德欧根和其他同伴那里 知道了这有多么困难 为了观众对应的序列巴毒心者 克莱恩稍微自夸了一下 夸得坦坦荡荡 警官 你的话里有谎言 但主要部分是真实的 达斯特突得冷静开口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观众真难欺骗呢 克莱恩含笑回答道 不止是我想要得到什么 还有正义消息 当然 他知道达斯特肯定会以为 是职业者小队想要得到什么 如果你的办法确实有效 而你们想要得到的物品或者情报 我能够触及 达斯特斟酌着说道 我会预付你的福利的 我们想要独心者的赔方 他不会隐瞒这个魔药配方 将上交给队长 说是达斯特以此换取自身 在掌握魔药上的经验 而这个过程中 克莱恩肯定会验证一下配方 不小心记在了脑袋里 另外 用他个人经验换来的配方 又能为他积累更多的功勋 到时候 加上以前的部分 他甚至可能都不需要再额外忙碌 就可以申请到 小丑配方加主要材料 一个配方做两次交易 真划算了 克莱恩心情转好地想到 达斯特盯着他的眼睛 沉默片刻道 你很坦然 我会努力去获取这个配方 但我不确定这需要多久 如果太过危险 我希望用别的补偿代替 没有问题 克莱恩没打算太逼迫对方 接着就隐晦地描述起扮演法 对抗失控的关键 在于魔药的名称 我们必须了解他 明白他的真正含义 而这不是光靠思考 就能完成的事情 必须真正去体验 比如作为一名观众 你就能明白 你只是观众 不是演员 而观众得是什么样子 你需要在生活里去挖掘 去尝试 去总结他的行为准则 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 达斯特听得非常专注 好一会儿才说到 真是一个全新的理论 我更愿意用理论来形容 你刚才的话语 这就像 就像戏剧和歌剧演员的 对应理论 我会尝试一下 希望有好的变化 如果 如果真能有效 我会竭力去帮助你们 获得独心者配方 愿女神必有你 克莱恩在胸口画了个 飞红之月 他没有附加心理医生 这个魔药配方 是因为他知道 这属于达斯特目前地位 肯定无法完成的任务 对方稍不小心就会暴露 所以他打算慢慢来 帮助达斯特在心理炼金会里 一步一步的获得更高位置 那样一来 长远的利益会非常非常丰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